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想今天中午那个笑话 有人今天中午告诉我一个笑话 他老师叫学生这个接龙造句 结果他就说鸡少 结果学生就回答话谈 鸡少话谈 鸡少成多嘛 这是国语 鸡少话谈是台语 通常是卖那个药的广告 治咳嗽的那种药广告 刚才听完 然后就愣在那儿 是怎样 他这里这个笑话也很像 这个同学呢有十二 他就写十二则笑话 同学的作业不是十二则笑话 每一年都有 你规定了 也不知道他第一堂课没来 还是怎么样 你再三跟他讲不要这样 他还是这样 你看第一堂课就知道 所以永远有这样的学生 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 有些人类是退化的我觉得 或者没跟上进化的脚步 好 说公路跑得很快 一个公的路 就变成高速公路 第二个是 有一天一只螃蟹在沙滩上 看着石碑 螃蟹走到后 走了以后 石碑就说 我被蟹毒了 被螃蟹毒了 被蟹毒了 可怜的螃蟹 关他什么事 五只鱼 为何其中只有两只鱼中标 因为三只鱼闪标 三只鱼闪的标 所以叫三只鱼闪标 好 西西跟哈哈是好朋友 有一天哈哈死了 西西出了一大仗里 很难过的说 哈哈你死了 这个类似的 上礼拜有讲过类似的事 好 这个他说 小变 小变化的小变 跟大变 大变化的大变 你光这样念 你已经知道 会出什么结论这样 有一天大变去世了 你这是什么 葬礼笑话吗 小变就在大变的婚礼上 你看那个小变的没改过来 那个变就是 小变的变 大变会说 我好想大变这样 没说大变你死了 这梗就不好笑了 所以这还是有一些话 这要改一下 有一天花看到瓢松说 你没有点 瓢松听完以后 就说你才老梗 这样 这也很老 我教这几年都听到这个笑话 这个更老了 有一天火柴棒摸摸自己的头 然后就烧起来 他去了医院以后 就变成棉花棒 你把香蕉有一天觉得 你也不舒服 于是去看医生 医生检查完以后呢 就 就说 你有严重的脊椎侧弯 他们现在可以把西瓜变成方的 不能把香蕉变成直的嘛 其实香蕉 你再给它竖个腰 就变成惊叹号 然后反过来变成哀 就哀 banana 好吧 有点冷 明明手机开了飞行模式 但是从石楼丢下去还是坏的 神中山为何是光头 因为他护法失败 皇帝登基穿的衣服 叫做即位服饰 为什么我要写这么多冷笑话 因为我要让人 因为我要让觉得人生没意义的人知道 什么才真的叫做没意义 好辛苦的人 非常辛苦的人 我觉得你就是可以去上存在主义的课 你把这12个笑话教了以后 你就可以不要去上课 老师就会让你知道存在的意义 好 就是做错的作业 不是12个笑话 虽然你很认真的写 好 自己和朋友喜欢的笑话 好 那这第一个是朋友喜欢的 说有一天小明在沙漠看到了一只蚂蚁经过 留下的痕迹却是一条直线 为什么 因为他骑脚踏车 好 这故事还没完 因为有一天 停了脚踏车 这实在很 这 天哪 好 要把长颈鹿塞进冰箱 这个听过 长颈鹿塞进冰箱需要几个步骤 三个 把冰箱门打开 把长颈鹿放进去 把冰箱门关上 那把大象摆 放进冰箱几个步骤 四个 把冰箱门打开 把长颈鹿拿出来 把大象放进去 然后再把冰箱门关起来 买大一点冰箱 长颈鹿 跟那个大象 就可以同样摆在里面 就少一个步骤啊 所以这穷人的痛苦就这样 买的冰箱太小 周武王有一天 发现自己讲话 讲出不了声 于是他就称了亚周武王 亚周武王 可怜周武王 人家是那个把上朝打败的人 就变成亚周武王 小明这几天都弄到半夜两三点才回家 妈妈于是叫他明天提早点回家 隔天五六点 小明就提早点回家 提着早点回家 是这样的 叫提早点回家 他就提着早点回家 古代谁仰视游的最好 孟长君 因为他仰视三千 这还不错 这可能不错 仰视三千 一挖是不知道多少 有一天小明整理麻将 最后发现少了四张 为什么 因为一桶去郊游 一桶去郊游 所以你要知道那首歌就会更好笑 一桶去郊游 所以有四个一桶 本人不会打麻将 所以每次麻将笑 少了四张一桶去郊游 所以四个一桶去郊游 一桶跟一桶说 我们一桶就去郊游吧 这不错蛮好笑 这有画面更好笑 有点像长得像 长得像 海绵宝宝这样 因为方方的 有一天美国总统 跟中国领导人一起坐飞机 他们想比较 谁的侍卫比较忠心 美国总统就要四位跳下去 四位苦苦哀求总统说 放过我吧 我还有家人 于是总统不忍 就把他放 就叫他回来 领导人也叫四位跳下去 四位二话不说 就往门前走去 从门不准便拉住他 四位就苦苦哀求他说 放过我吧 我还有家人 表示可能有补偿啊 或者家人关系不好啊 大概是这样吧 哎呦 西西跟哈哈是好朋友 就跟刚刚那个人讲的一样 好 好 他喜欢的 有一天朴中看到叶子就笑了 这不是刚刚也讲的 因为叶子有梗 那叶子看到 嫖虫也笑了 为什么 因为嫖虫有点 几年后 嫖虫回来看到叶子 却不笑了 为什么 因为老梗了 咸鱼翻身 还是咸鱼 结束了 这是八个字的笑话 所以我目前为止 听到的 很短的笑话 不我刚才想 咸鱼翻过来 不是叫鱼咸吗 他不是这样翻吧 咸鱼两个字翻过来 不是叫鱼咸吗 但是他不是这样翻 台大脚踏车 具有理数的稠密性 具有有理数的稠密性 不管你看两台车 靠得多近了 永远可以再塞进一台 有时候你的脚踏车 会被拉出来 你不知道吗 好 我们来上课 讲完两个 觉得这梗还可以就行 好 接下来呢 在我们要进行的部分 就是笑话与社会的关系 通常讲到什么什么社会学 你就是用社会学课本里面 除了第一章第二章以外 的那些标题 加上了你要研究的那个 什么什么 那就是社会学 社会学的课本 通常都会有一张讲性别 应该有一张讲年龄 但是也没有 讲性别 讲族群 讲阶层 或讲阶级 这四个所谓社会不平等的变相 如果有这四个 基本上就可以称为 是社会学的观点 所以我们这里会讲到 笑话 或幽默与性别 今天发的讲义是幽默 或笑话与族群 那笑话与阶层 研究人相对比较少 所以就没有别例 这条项目来讲 那后来呢 就会进到所谓的社会制度 社会制度碰到 通常第一个是家庭制度 那我找到的文章非常的少 所以没有一张讲幽默与家庭 并没有 但是各位人生将来会发现 你的人生将来 要不要创造一个幽默家庭 你将来找的对象 是不是要幽默 还有你家庭的环境 你觉不觉得幽默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也许学术上没有 但你的人生可能都要考虑这个 通常在男女的择偶条件里面 男生不会认为女生幽默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女生也很少人认为自己很幽默 包括在职业的选择上面 女丑这个角色 相对人比上男丑这个角色 要少很多很多很多 因为大部分人有个刻板印象认为 女人不会讲笑话 女人不会讲笑话 就像以前有黑人认为 白人是不会打球的 white man can't jump 白人根本就跳不起来 他还打什么球 你就看NBA大部分都是黑人 那到空中以后 脚还可以踩得像是如履平移一样 那脚可以让好几圈的 那周杰伦要演的时候 只能靠掉钢丝 人家 美国人不必掉钢丝的 我是觉得那地方 是不是重力特别的轻 像月球一样只有六分之一 所以那人怎么搞的可以 感觉上就从半场就想哭 就跳起来 然后就跳到篮筐那边去了 他篮筐特别矮吗 还怎么样 我父亲以前一直认为 篮球是个不公平的游戏 因为只有对高个子有好处 你踢足球就是高个子矮个子都没关系 足球明星没有几个高个子 你说足球当守门员 你根本就踢不进去 他长得比足球门还高 人家不靠这个取胜 足球不是美国的足球 是欧洲那种足球 那个足球最公平的运动 就靠你体力 你多老都没关系 你长得多丑都没关系 多矮都没关系 你只要球踢得好 你就是英雄 你球踢不好 然后长得漂亮也是英雄 那长得漂亮又踢得好 那更是英雄 那都不用讲了嘛 那篮球呢就不行了 篮球你不够高你能打球吗 所以我父亲那时候就想说 真的公平的运动呢 篮球就应该改良 那个球框呢就会根据上篮的人 来改变跟他的相对高度 我这才酷嘛 对不对 这样灌篮大家都有机会嘛 对不对 所以对啊就是随时要伸缩嘛 对啊看谁灌篮嘛 我觉得这还是未来的趋势啊 对不对 科技一点嘛 这样不然的话 哎个子矮一点的人 就望篮筐心叹欸 你知道吗 那每个人都有灌篮那种快感 你知道吗 你看灌篮高手是哪一国人画出来的 日本人画出来的 美国人画灌篮高手 这开什么玩笑了 你了解吗 美国人不需要画灌篮高手嘛 对上来讲那灌篮就 那美国人高度 蓝就不能高一点嘛 让他跟日本人感受 或跟矮个人感受一样 他就知道哎呦不公平了懂吗 所以那个后来是家庭制度 家庭制度完了 你才从一个人成长过来 你小时候大概都从小家庭 第二你就进到学校 学校跟幽默的关系 到现在为止 研究人也非常非常的少 我觉得很可惜 我个人的经验 就在学校上课呢 老师幽默的人很少 大概因为国中高中了 大学就不用讲 国中高中 大概老师看到我们就烦 加上我们国中高中 可能都是那种青春期的 那种荷尔蒙作祟 老师跟我们怎么也不对盘 我现在当老师 特别了解 我最不能碰到的人就是外星人 就是国中生跟高中生 那些人很奇怪 碰到大学生好一点 至少已经回来了 你知道吗 有的人是回不来 有些国中高中那一段 那学校怎么跟幽默有关呢 我自己在学校就发现 老师上课都极度无聊 最近还有一个大陆的网友 看了我的爱情社会学 他连大陆某个学校社会系 他没跟我讲哪个学校 他就跟我说 为什么老师上课都那么无聊 他们老师基本上就照书念 他书已经看不懂了 他还照书念 我就很热情的跟他回了一封信 然后不知道是这个人还是另外一个人 然后最近都在跟大陆学生回信 有个人说能接到偶像的回信 实在是非常的感动 我想谁啊 谁跟你回信了 既然我变他偶像 那我自己感受到呢 到了补习班 我们那时候去补习班呢 是英术家教班 我的英文好到不必补习 我的数学烂到也不必补习 补了没有救的这样 这种一个很尴尬的状态 但为什么去补习呢 因为七人同行一人免费 我们那时候就有这种补习班 招生的这种做法 所以同学呢就凑了 班上几个前面几个人就凑了 考大学还有希望就凑了 所以你去吧 我就去补习 去补习呢最大的收获到今天为止 就是听笑话 我去补习班老师非常非常的厉害 讲到哪里就有一个笑话 讲到哪里就有一个笑话 我那时候真的作为一个 坐在台下的人 我就想说那为什么 不叫补习班老师来教全国的老师呢 如何教学呢 这样才有 读不懂也有笑话可以听啊 后来有人听说去补了两年 说笑话在同一个时间出现 而且讲的是同一个笑话 我觉得那就 可是他们能够讲得像是很自发性的笑话 这也很不容易 所以我那时候就非常佩服 我念大学的时候也没有老师上课讲笑话 每个老师上课就跟那天 那个大陆学生写给我的一样 要不然照课本念 要不然照旧的讲义那个 我有时候上课也照着念啊 有人就不来了 有时候老师你根本就照着念嘛 我说我又记不住那么多 我不知道念怎么办呢 所以这有时候后来也知道 有一些不得已 好啦所以呢 幽默跟学校的关系 跟教育的关系 就是研究中比较少的一环 但大部分人都知道 如果用幽默的方式 学生比较容易接受 学生比较容易接受 那为什么在教学法里面 没有特别训练这一块 老师如何 因为你看补习班的老师讲得很好啊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真的在补习班得到好处 就是说你在学校 老师教你不懂 你知道我学生花了钱 他教你懂了 这就是所谓得到的好处 那如果这个得到好处 像我只得到笑话 那这也是好处啊 那其他人如果在数学 在英文都能长进 那也是好处 你知道现在考研究所 好早几年 大陆叫考研 在考研究所的时候 就有很多这种补习班了 以前我们社研所考试 没有人补习的 就靠自己来旁听课这样 那后来几年就大家没有人不补习的 然后补习班的老师用的是假名 后来我就打听出来是我的学生 所以后来尽量不要出题 因为他在把我摸透透你知道吗 我出什么题他早就知道 我可能还没出题他就知道 更何况我这些都出了题 所以后来说 所以有些人考进来说 老师我在那边是谁谁谁补的 那是我的徒孙这样 有一天我竟然就在中正县堂 碰到我的徒子 很巧就碰到他 还很快的聊了一段天 在补习班教书 不容易啊 那真的是靠才华 我们在大学教书是靠学历 他们在补习班教书真的是靠才华 真的靠才华 不容易 他们赚那么多钱有道理的 我们赚那么少钱也有道理的 如果从幽默这点来看 那另外一个幽默跟职场的问题 我们会讲到幽默跟职业 跟幽默跟工作 这一期可能会增加一个部分 我也发现有一个幽默 职场幽默的量表 这也是个蛮有趣的一个事情 那另外呢 那几个领域就是幽默跟政治的关系 政治上有很多幽默 我刚刚讲过 政治自由的时候也有幽默 政治不自由的时候也有幽默 人总要过日子嘛 怎么样过日子让自己舒服一点 所以这是跟工作有关 对不起 跟政治有关 政治有很多很多笑话 撇开了当时的政治情境 就不太好笑了 刚刚今天讲的 我什么金平梅那个 那就没那么好笑了 可是在当时 这第一个想出来的人 真的是有脑筋的人 另外一个笑话呢 另外一种笑话 跟宗教有关 因为宗教讲的 都很严肃的事情 宗教对于笑 大部分宗教都是禁止笑 觉得笑呢就很轻浮 很不庄重 所以这个也有一些人 研究这个笑 那这个 有一本书 中国大陆有翻译 叫《宗教中的笑》 有人研究话中间的笑 我上次在一开始的时候 叫你们写 《蒙娜丽莎为什么为笑》 很多人就会跟着这个作文 因为你们现在照相 很少人不笑的 不笑大家都觉得 你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摄影师呢最喜欢我笑 他说你看就要跟那小老头一样 笑成那样 懂吗 我有那种很标准的那种笑 完全是Duchenne smile 这样 笑得连摄影师都非常高兴 别人就看我 你怎么笑 你怎么笑得出来呢 就是可以笑 看着钥匙都能笑 看着点滴都能笑 我们这堂课的logo 即将登出来 我们的logo本来就照着一个点滴架 完全配合我的要求 结果后来交易发展中心把它做成漫画Q版 听说还画了一个我的东西 我还没看到 所以那是我们这堂课 在开放式课程的logo 顺便介绍一下 如果第二版 就会把它摆上一串钥匙 叫Key笑 这上次跟各位讲过 所以宗教跟笑也有关系 那大概就这几个范围 有比较多的那其他的 我们大概就后来做一个幽默的回顾 跟相关的理论的介绍 因为我不太喜欢各位先读了理论 再来研究别的东西 我希望你听了那么多故事以后 听了那么多例子 还有研究 你再来做一个结论 这样可能会比较恰当这样子 所以大概下学期的课 从这个笑话与社会以后大概是这样 如果将来这个内容多了以后 我大概就会跟爱情社会学一样 把它分成几门课 一个就是笑话的历史社会学 一个就是笑话社会学 那如果要叫社会社会学 这个大概就是一开头要教的东西 说一下 那有关笑话跟性别 有几个主题 第一个当然是讲黄色笑话的问题 那有一个部分呢 就是要讲同志的笑话的问题 同志笑话分成男同志跟女同志的笑话 美国盛行的这种男同志跟女同志 不一样的笑话 因为对于这个同志来讲 男同志跟女同志是不一样的 不是只有生理性别上不一样 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 或他们的那个思维方式都不太一样 那当然理论上性别应该包含 变性人或跨性别者 像这样的 但是目前这方面的资料非常的少 我们只有上次在冯梦龙那个地方 有讲到阴阳人的一个笑话 这是很罕见的找到的一个阴阳人的笑话 那另外一个部分 当然是要讲这个性别歧视的笑话 跟性有关 那还有呢一个部分是讲到性工作者 跟幽默的关系 我有找到一篇这样的研究 因为性工作者呢 在社会上呢 还有很多人是不赞成这样的工作 那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 台湾有一个女性主义团体 曾经在某一个历史阶段 就因为要不要支持性产业工作者 而造成内部的分裂 因为有一派人认为 这是对女性身体的污蔑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容许 性产业工作者这样的职业出现 那另外一派人认为性产业也是工作 我们应该尊重劳动平等 特别是我们姐妹从事这样的工作 她凭劳力赚钱 凭体力赚钱 身体赚钱 有什么不可以 就有这两派不同的意见 各位活在这个时代 这个意见都非常的多 你要做判断真的不太容易 有时候你连要了解是怎么一回事 都要花很多的时间 譬如最近你如果注意的话 刚才最热门的题目叫做 多元性别的这个问题 我今天吧 跟有些人谈 然后之前呢 我在家里上了网路查了一下 有一个单位做了一个表 很简单的表 画得很好 我很喜欢那样的表 让我一下子可以抓到大致的要 不然的话 每天看艺人在那边骂来骂去 我不知道艺人在骂什么 多少知道一点 还好最近演讲很少 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所以还可以多做一点功课 好所以这个有关性别的笑话 然后最后一个部分 在198月以后性别幽默的研究历史是 这个人叫Helga Kostov 2016年一篇文章 她的总整理 她的整理呢 就从这一页 198月到最后 都是她的整理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让你有鸟看这个有关幽默跟性别研究的 这个在美国了 或英语世界历史 好那我们就回到第一个就是讲黄色笑话 美国社会学里面有一派人 在1960年代 加州洛杉矶特别有名 那派人呢英文叫做ethnomethodology 这字呢写得起来很严肃 其实是不太严肃的 这字本身就是一个很幽默的东西 你问美国人有什么想法 十个美国人有九个人不会懂 念过社会学人 六个人知道一点 不念社会学人你根本不知道 这是一个英文词 ethnomethodology 那我的翻译呢 为了配合它的幽默 所以我翻译叫要死了没事倒垃圾 ethnomethodology 要死了没事倒垃圾 懂吗 就这样 很像的 这我的伟大发明之一 就像我把Philadelphia 翻成飞勒大飞鸭一样 你就把这字完全记住 飞勒大飞鸭呀 鸭子飞了 但你怎么去这些很怪的字呢 Philadelphia 费城的球队是不是叫Phillies 他们那边的那个三名字 讲法也不一样 他们叫Hogies 有一种三名字叫Hogies Anyway 那这个人叫Harvey Sacks 这个Sacks不是S-E-S-X Sacks 这个纽约一家百货公司叫Sacks 5th Avenue 非常有 贵族百货公司应该算是 每年圣诞节的时候 那个Sacks 5th Avenue的重要的那个 橱窗装点 变成是观光景点之一 台湾有哪个百货公司 在圣诞节的时候 橱窗装点是重要的观光景点 没有吗 只有周年庆是观光景点 没有在那个 那个圣诞节的时候 我一直认为啊 台大要庆祝圣诞节 只有一个地方 应该变成是一个崇拜的中心 没有人去 就是有一根烟囱的地方 圣诞节 圣诞老人会来 圣诞老人从哪来 从烟囱下来 有烟囱地方就是你要去等圣诞老人的地方 这点简单的逻辑 大家还不懂吗 当然很多人不知道 台大有烟囱在哪里 台大有一个很高的烟囱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就要去找一下 请问台大那个烟囱在哪里 听说今年的圣诞节 会在那里举办 你就这样往路上散播这个谣言 马上就有人办我跟你说 台大烟囱圣诞节 让我们在烟囱下度过圣诞节吧 对啊 反正很多谣言就这样起来 你就试试看吧 发展一个这种谣言 看是不是能够让它成型这样 反正离圣诞节还有一阵子嘛 对不对 我觉得那个烟囱一直没有装饰 很可惜 应该派齐柏林啊 然后做那个直升机啊 然后到台大上空啊 然后装饰一下那个烟囱这样 那个垃圾厂的烟囱画一个长颈鹿嘛 那你觉得台大烟囱该画什么呢 你可以想一下 其实可以征图啊 台大有个烟囱啊 那该画什么 台大医院也有个烟囱 画一个十字架 好像是医院还是什么样的意思 那我们在台大 应该有个烟囱可以画什么 历代校长的像吗 还是可以挂一个那种LED灯 然后跑马灯这样 幽默社会界现在已经突破15万人次 什么之类的这样 很多学校都有那个奇怪的跑马灯 谁谁今天到立校演讲 我有一天去到某个学校演讲 就发现他们跑马灯就跑欸 某某教授今天到学校来演讲这样 看起来好怪 好像什么跳楼大拍卖 在12楼12楼 那个第二件六折这样子 好在Harvey Sachs呢 算不算这派人其实是个问题啦 但是呢他提倡conversational analysis 在1968年在社会学的里面 要研究会谈分析 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他没出版什么文章 这篇文章是他少数出版文章之一 那他讲义非常的多 他的讲义呢在十几二十年后 他死掉十几二十年后 他的学生帮他整理出版 那整理出版那本书都那么厚 Harvey Sachs的书都好厚好厚的 那除了加州人之外 没有太多人欣赏他们的授予 美国东部跟西部人 跟台湾南部跟北部人 有点差不多 东部人看不起西部人 西部人看不起东部人 那美国基本上是这样 我们有那个UCLA来念书的人 觉得哇你们在纽约念书 跟在那个洛杉矶念书 真的很不一样 洛杉矶念书 基本上都穿短裤的这样 纽约没有人穿短裤的 至少在那个时候 好了 那他呢 这原来是一场1971年 各位的前世 他的一场演讲 四场连续演讲 由这Gail Jefferson 整理发表 1971年 美国的那个性革命 才刚开始 所以美国处于一个 比较松散时代 然后说有越战 美国年轻人要参加越战 所以非常苦闷 大麻啦 摇滚乐啦 杏啦 在那时候变成是 年轻人的关注的焦点 那年轻人都留长头发 留胡子 嬉皮世代 尤其在加州 是特别是这样的人 好 那他研究黄色笑话 那这个重点 就是说他这篇论文 第一个重点 他做这样的做法 第一个重点是 黄色笑话也是可以被研究的 以前在那个时代觉得你这个就是 叫什么 惊世骇俗嘛 你已经研究到 没有可以研究的了吗 像这样子 像我教幽默社会学 爱情社会学 没有人批评我 我相信私下一定有人认为 你真的已经教到 没东西可以教了吗 那我一看幽默社会学 大概就没有人要继续跟我讲话 你真的没有可以教的吗 幽默社会学我还不是第一个教的人 爱情社会学我可能是 幽默社会学根本就不是 有别人教过 好 不过别人在别的地方教 不会像我们在台大教那样 会教点比较清楚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这边有个烟囱嘛 懂吗 这很重要 好 那这个呢 是一群好像高中生吧 在有一个高中生谈他妹妹 讲的一个笑话 好 那这个Ken 是第一个人 那他们既这个绘画有他固定的方式 有一些我不太记得了 好 You wanna hear 然后第一个短横 就说这中间有空档 My sister told me a story last night 这我特别不翻成中文 是因为第一个你的英文程度应该都看得懂 因为有时候笑话翻成中文 就会损失了一些东西这样 然后第二个人叫Roger I don't wanna hear it but if you must 我才不想听你妹妹讲的笑话 拜托 那高中生格调是很高的 你知道吗 人生从高中生以后 你的格调就没那么高 这为什么叫高中生的原因 好 but if you must 那你要说你就说吧 随你变 然后空了0.7秒 这是那录音带的转路的 另外一个人第三个人叫Al Al So what's purple and an island 这是美国的常常一个类似邂后语的开头 所以他要岔开话题 那什么东西是紫色的 而且是一个岛 因为他不想听那个Ken 要说他妹妹的一个笑话 OK Great Britain Great Britain跟Great Britain 是很像 那这种发音的那种像呢 就是小朋友的游戏 或者在某些很欢乐的场合 这就很有趣这样 That's what his sister told him 他的妹妹 不过就是告诉他这个笑话 这种很愚蠢的很低级的笑话 这是Al说的 Ken当然就很不服气 说No 这个用协理字有时候是强调 可以表达声音上面 或者语气上面的一个强调 No To stunt me He says 吓我一跳 他讲的话 你这声音叫特别大声 Stunt 有一种叫做电极棒 叫Stunt Gun 这次不太好念 好 他就停了0.8秒 他在讲什么故事呢 Ken就说了 继续说 There was these three girls 有三个女孩 And they just got married 他们结婚了 They got married 所以应该是问号 因为他不太确定 他妹妹是不是这样讲 应该是这样 Roger就是哈哈哈哈 就先笑 好好笑 好好笑 当然是闹场了 然后Al就说 反正就不同的笑声了 然后那两个这个中夸号 这个到底什么意思 我现在不太记得了 应该这样是不是省略还是什么 好吧 然后Ken就说 They were 还没讲完 有时候在正常对话里面 不像电影里面 电影里面的人 大概都不会插嘴 等一个人把那个对白讲完 另外一个人才会插进来 日常生活里面 你会发现好朋友之间 常常有人插话 都是插话家 Roger就说了 Wait a second Drag that back again 然后又想笑 又在打岔了 Ken就说继续讲了 There was these three girls And there were all sisters 他们是姐妹 跟刚刚不一样 就got married 他这边先讲姐妹 And they just got married to three brothers 这三个姐妹呢 刚好嫁给三个兄弟 Roger说 You better have a long talk with your sister 他最好跟你妹妹好好谈一下 你妹妹是有病啊 讲这什么怪笑话 光开头 这个Roger就很爱打岔 Al就说 Wait a second 就讲你听完嘛 听完嘛 等一下嘛 然后这个Roger说 Oh three brothers 好像一副高中生 你知道吗 都觉得自己了解 这世界的一切 好像听到三个兄弟 就觉得这里面有什么 Juicy的东西在里面 Ken就说 And so 那要讲 The brothers of the sisters 是他们这三个姐妹的兄弟吗 开始那耍白痴 你知道吗 Ken就说 No they're different You know Different families 不同的家庭 你看这都是打岔的话 这个笑话要完全继续很难了 好 那Roger说 That's closer than before I think 这I think 到底有没有 打个夸号 就不知道是不是 听不清楚的关系 Ken就熟 然后又没讲 L又哈哈 又空了一点七秒 然后这Ken终于受不了了 你没有办法听我讲完故事啊 你可不可以安静一点啊 Quiet OK 好 然后后来就 又出现这个符号 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不记得了 Ken就说 So first of all 刚开始把故事讲完 首先呢 That night they were on their honeymoon 那天晚上呢 他们去度蜜月了 The mother-in-law 有时候mother-in-law 三个字中间 会打上短横 就是他的mother-in-law 是应该是妈妈 对方的妈妈了 亲家母嘛 或者有时候是叫婆婆 有时候叫岳母嘛 中文麻烦就这样 要看你是谁 那个人的关系就能 那英文就没这个问题 英文主要是对方的妈妈 都叫mother-in-law 法律上的母亲 says well why don't you all spend the night here 对方妈妈说 你们就干脆就在这儿过夜吧 不要去别的地方 and then you can go on your honeymoon in the morning 明天早上 你们再去度蜜月吧 they first night the first night的应该 我这they可能是打错的 why可能是错的 我再查一下 the mother walks up to the first door and she hears this 这样 妈妈那天晚上呢 就经过第一个门 就听到这么一个声音 second door is whole 的声音 第三个门呢 there's nothing 第三个门没有声音 这种笑话三段是都这样 第一个很正常 第二个夸张一点 第三个完全出乎你意义之外 没有声音 she stands there for about 25 minutes waiting for something to happen 站了25分钟 希望再听听看有没有声音 nothing 什么声音也没有 这故事讲到这里很悬疑吧 看就继续说 the next morning 第二天早上 she talks to the first daughter and she says how come you how come you you went 呀 last night 其实原来是呜 妈妈已经记不得了 你为什么昨天晚上发出呀的声音呢 and the daughter says well it tickled 因为很痒啊 mommy 第二个女儿就说了 how come you scream 你为什么尖叫呢 oh 这声音 oh mommy it hurts 因为很痛啊 你不能用太笨的翻译啊 难道google翻译吗 她痛 谁是她 third girl walks up to her why didn't you say anything last night 你为什么一句话都没说呢 well you told me it was always impolite to talk with my mouth full 你以前教过我啊 嘴巴有东西的时候 不要讲话呀 那就看你们大家在想发生什么事情啦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我想这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那件事嘛 对不对 然后can就继续说 就开始笑起来 笑起来 就很好笑 然后l就哈哈这样笑 然后can又是k这样笑 roger呢 就是感觉原来话很多呢 delayed reaction 你们这人太慢笑了吧 一个差了1.3秒才笑 一个差2.5秒以后才笑这样 al就说 I had to think about it a while you know 我得想一下啊 这有什么梗呢 这有什么好笑的呢 他得想一下 roger说sure 是啦是啦 好 然后又停了一点 一分钟 或是应该是一分钟吧 那是一秒钟吗 好 roger说 hi hey you mean the deep hidden meaning there doesn't hit you right away 你难道一开始就不知道 这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意义吗 很深的隐藏在背后的意义吗 al就 反正就这些人就做出这些声音了 然后这个al在186页 al就说 what he meant to say is that but 没讲完 他的意思是说 说什么被打断了 kind got psychological overtone 听起来好像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意涵在里面 can就说 little sisters getting older 我的妹妹已经长大了 然后l又做出发出一些声音 can也是 that's what i mean to say 就这样你的妹妹长大了 这种连黄色笑话都会讲了 等下你就说sounds like it 听起来像是这样 不是说声音喜欢她 你别这样翻译 声音喜欢她sounds like it 我们刚开始 那个Michael Jackson的那个首名曲 后来的名曲叫beat it beat it呢 中文当初的翻译就打吉他这样 哇靠那打棒球嘛 beat it 你们现在都知道beat it是什么意思这样 打吉他 那时候中文程度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就有人就拿出吉他来就打这样 打吉他 for 12 years old telling me 这12岁教授告诉我 I don't even know 我甚至还不了解 Roger说 How do you know she's not repeating what she heard and doesn't know what it means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就是听人家讲 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有的时候小孩子也想表现自己懂 Roger就提醒了 Al就说 Did she have to explain it to you Ken 他难道解释给你听到发生什么事吗 Ken就说 Yes she had to explain it in detail to me 他很详细的给我解释 Al就说 OK Ken glad you got a sister that knows something 哇你老妹竟然也懂一点事 真是不错 Ken就说 He told me she was eating a hot dog 所以对这小妹来讲 她在吃热狗 所以不能讲话 Roger说 What does that mean 你妹到底是白痴还怎么样 你妹怎么会这样想 不过别忘了 有时候她妹多小 12岁嘛 对不对 然后就说 Al就说 Yeah come on Explain it to us Explain 然后大人就开始闹她了 Ken就说 I don't know I just said that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她还吃热狗 Explain everything you know Ken Explain everything 然后大家开始闹她 这段对话就被拿来分析 这段还有什么好分析的 社会学家厉害就在这里 她可以把这当学术文章来写 好啦她觉得这故事呢 我觉得有些真的是 现在看来真的是满屁话 但是 1971年的人 你能讲什么呢 第一个是时间组织 因为这故事进行是按照时间顺序的 现在你当然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了 因为现在很多电影啦 电视剧啦 都不按照时间顺序来拍的 现在的好处 它至少会告诉你几天前 以前有些电影呢 或小说进入到叙述回溯的时候 它你只要不注意看 你会看不清楚 要不然你觉得你眼睛出变化 像演那个比较老的回忆的状况 它有时候镜头画面 会弄得比较黄一点 让你觉得有这个追溯的意义 那这是一个我们看电影人 跟这个电影的表现者的一个共识 不然的话你看到一半 如果你没这个共识 你会觉得 这电影坏了 刚刚那画面比较白 现在怎么变黄的 你这样外面有白内障的话 你就会发现电影那个idea 大概就来自人类的白内障 我有一阵子就是看什么事情 旁边真的像棉花那样的 只有中间一圈看得清楚 旁边是棉花那样的 跟电影的那种回溯是很像的 好第二个是顺序的组织 对于某一点的了解 要以另外一点为基础 比如第二天早上 就必须了解第一天早上的事情 这听起来都非常的无聊 然后笑话呢包含了两种顺序 第一个是第一天晚上跟第二天早上 那直问女儿呢也包含了另外一个顺序 就第一天早上的疑 第二天晚上的疑惑 跟第二天早上解答问题 还有他的问题其实没有解答 因为大家还不知道他们干了什么 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什么东西让你痒 什么东西让你痛 什么东西在你嘴巴里 你不能说话 然后笑话局部分析在187 他就讲到第一段 Kent说的第一天晚上 妈妈在门口听到的事情 首先呢乍看之下 这是母亲依序在门外 偷听新婚女儿刑防的行为 可是这新婚女儿 跟那边又写mother-in-law 所以应该那个mother-in-law 是那三个新郎的mother-in-law 可是仔细查考 发现这些顺序是经过精心安排的 笑话通常完成的都是精心安排的 母亲在听过两种声音以后 碰到令她疑惑的寂静无声 然后这两种声音以后的无声 会让人产生疑惑 如果呢只有两个新婚女儿 一个有声一个无声 就很难产生疑惑 懂吗 那连着两个有声一个无声 你就觉得为什么是这样 笑话 这种三段式的笑话 经常是这样的 前两个有关 第三个是完全另外一个 然后母亲呢 是故事中引领听众的角色 其实并不知道她感兴趣是什么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听 只知道她听到两次的声音 第三次没听到的声音 让我们觉得她有兴趣的 这个兴致打错了 有兴趣的是声音 而她疑惑的就是没有声音 那第二段呢 是讲第二天早上发生的事情 第二段用第二天早上连接到前一段的故事 并且有大女儿二女儿 然后三女儿这种顺序 而且我们知道第一天晚上发出声音的都是女儿 而不是女婿 所以没有女婿发出声音 二女的部分没有明说是昨天晚上 可是二女儿的回答显然表现出 她听到母亲跟大女儿的第一段对话 否则她应该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特别是第二天早上并没有尖叫啊 第三天早上第二天早上的三个女儿共同在场 是一个关键 因为这样的回答以后呢 两个女儿从母亲跟姐姐的口中才知道 母亲疑惑的是什么 才知道怎么样回答 然后两个女儿回答中的it 并没有先前名词的指涉 it是我们叫做代名词嘛 代名词代替哪一个名词呢 并没有指涉 但是大家都心照不宣 因为前面说过女儿们刚结婚 这是她们的洞房花竹叶 所以应该是一个性行为的指涉 那三女儿的回答 其实没有明显的性遗憾 完全没有 我们是从两位姐姐的答案中才建立出来 性解释这一贯的架构 那笑话的梗就在三女儿的答案中 然后最后来一个梗再翻译一下 就是她那个妹妹的答案 表示这个小女孩的了解 对同一故事的了解 跟这个三个高中生的了解 是不太一样 188眼 整个故事都有着未明说的一致性 比如说it hurts 说明答案可以是I stop my toe 而不是性方面的意思 但是这样的解答就无法说明前两位女儿的答案 这种无法了解接下来三个女儿答案 但是有时候是鸡同鸭讲啊 也有可能啊 那三女儿答案本身并不是疑惑的解答 而这个答案的意义 意义的意打错 第二个意 才是疑惑的解答 听众的任务就要了解这个答案的意义是什么 那黄色笑话呢 他这边要分析黄色笑话 黄色笑话跟一般的笑话一样 都有一个严肃的附带条件 因为其淫秽的内涵 黄色笑话流传的时候加上一句 说给别人听 不过要小心谨慎 Pass it but pass it with discretion 你要自己有个判断力 不要乱讲 也就是说黄色笑话不是讲给所有人听的 第二 如果说黄色笑话的资讯在于淫秽的资讯 可是这样会影响到笑话的流传 所以黄色笑话有时候不是在于它内容 不是在于它内容 而是在于这个 你讲这个笑话 看看你的表现的这种卓越的能力 就表示你知道别人不知道 黄色笑话的淫秽内容 这会字又打错了 只是一个表面掩盖其他资讯 所以黄色笑话的重点不在于传递 重点不在于传递 而不特别是在资讯 所以理想中的黄色笑话形式 是跟性是无关的 那黄色笑话中的资讯 让说笑的人跟听众人都不必对号入座 好 那这个研究者呢 Sax Sax 认为12岁女孩讲的笑话 基本上 据Sax的说法 他认为听不懂笑话的是这些 17岁的高中生 而不是12岁女生 因为12岁女生跟他讲笑话 就是嘴巴有热狗 那什么样的人 会被这种笑话吸引 据作者的分析 他认为12岁女孩可能在某些方面 会被性跟婚姻所吸引 我觉得他分析很有意思 虽然好像违反我的想法 跟我想法不太一样 而且他们也会对彼此有兴趣 也就是说这个年龄的女孩 会成绩结队出去玩 他们也知道这样的生活 有一天会结束 例如结婚 这样两个女孩的关系 就被另外一个男性所取代 为了延续同游的快乐 他们也会希望将来一起结婚 在这个笑话里 男性是没有作用的 所以三个姐妹一起结婚的事件 和一个12岁女孩 可能有的共同幻想 这个女孩非常适合加入 多元家庭的这种讨论 因为她非常先进 对12岁女孩来讲 亲子关系特别是母女关系 而不是男人的关系 和男人的关系才是关键 这些女孩在笑话中是胜出者 这个笑话是以女生为主角 男生基本上出现一下 连话都没讲 就没有了 所以她的分析是这样 母女关系方面 她说第三个女儿回答的解释是 我的所作所为 可能违反了规则 可是我确实是参考 你要我遵守的其他规则 就是人家都出生 我没出生 但是我没出生 是因为你告诉我 嘴巴有东西的时候不要讲话 这样 好的 这是一个母女对话的笑话 如果换做其他人 第三个答案就会成问题 因为第三个女儿如果回答说 是我妈告诫我 嘴巴有东西的时候 讲话是不礼貌的 就不适合提问者有关 所以在这笑话里面 女儿的角色是非常关键的 这也是我没想过的 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是有关小孩 学习规则的 规则的可能应用 跟实际的恰当运用的问题 这个也是 各位在从小到大 要学习的 什么时候是恰当的使用 什么时候是不恰当 这个笑话呢 是小孩希望的挤压 这个挤压为什么 scrouch 这个字我很少碰到 所以小孩面对应用规则的 适用范围的时候 这可能是其他大人觉得无趣 而在小孩之间觉得有趣的事情 另外一个呢 这个笑话观是门里面的怪声音 对女孩子来讲 关起门来里面 可能是在父母在从事性行为 她们有可能 从门外听到过奇怪的声音 而产生好奇 性为何物 女孩会好奇 只是我得到 只是我是这样得到性的讯息 还是大家都一样 这部分我就有点不太懂了 那17岁的男孩呢 女孩都以为这是一个口交的性笑话 那觉得没有什么 她们怀疑12岁女孩会懂这个笑话 是因为她们认为这是个口交的笑话 12岁女孩认为这是一个吃热狗的笑话 这是不一样的 当然结论了 只有女孩才能直接聊这个笑话的挤压的力量 那叫scrouch 她们才是笑话中的胜出者 所以这是这个作者在分析这个笑话之后 所得到的结论 那这是一个社会学史上有名的 对于黄色笑话的研究 在她之后呢 有没有人研究 我也不知道 很难看到 那她做了这个研究 而且还有一些蛮独特的看法 第二个部分有关 笑话跟性别的 是在讲性别歧视的笑话 性别歧视在女性主义出现以后呢 就变成是一个社会生活中非常严肃的议题 以前很多人是拿这个来当笑话讲 当把女人的一些弱点 当成笑话来讲 这对一些很严肃的女性主义者来讲 或者对女性主义来讲 这是很大的讽刺跟侮辱 是不能容忍的 所以有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1976年 这两个人就做了一个研究 因为她发现以往的研究呢 是男性比起女性 对于笑话的好笑程度的分数 评分要比女性高 男人觉得好笑与否 另外呢男人觉得 这两个字打错了 男人觉得呢 攻击性的材料比较好笑 那女性一致偏好荒谬型的笑话 所以在偏好笑话的时候 也产生出某种程度的差别 那这是过去的研究 那这两位呢 也继续说 在190页 所以以往的研究也没有先 也很少说明 或没有说明 为什么选择某些幽默材料 那通常呢 是以漫画或笑话 都是男人发明给男人看 所以内容会偏向于 对女性价值的污蔑 那受到女权运动的影响呢 女学生对于贬义笑话的 的笑话比较不会笑 然后呢 对无性别歧视的笑话 则比较会笑 那贬义女性的笑话呢 会强化女性对于女权运动的支持 那女性呢 对于反男性的笑话 会觉得比反女性的笑话好笑 那男性比较欣赏反女性的笑话 这都是很常识性的了解 那有些发现 当笑话本身攻起女性的时候 有些女性也会欣赏 所以有一些冲突的研究发现 所以他们呢 就研究了15位女性 跟15位男性 然后他们呢 用那个英国海边休闲地区 到处有卖的那个明信片 明信片上面呢 是一些幽默的 那个性别关系的描述 来拿这个做分析 那这几张分析的图 那漫画呢 它并没有附上漫画 在原来的研究里面没有 只附上漫画的描述 大概有版权的问题 所以都在讲一190页 跟191页 他们有15张明信片 其中最后三张 其实跟性都没有任何 性或性别没有任何关系的 那他们研究出来的结论 简单说 整体而言 男性比女性 比较欣赏性的幽默 sex humor跟性有关的幽默 男性比较欣赏 相对来说呢 对于和性无关的漫画欣赏 就没有差别 没有性别上的差别 这跟性无关的话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男性比较欣赏性别歧视的幽默 sexism 或sexist的幽默 因为男性的地位 没有受到威胁 讲这笑话是跟别人有关 跟自己没有关系 对自己的男性的这种特质 阳刚特质也没有威胁 所以相对来说 女性呢 就比较不欣赏性别歧视的幽默 但是不是性别歧视的性幽默 则没有性别上的差异 如果性幽默不涉及到性别歧视 就男女都差不多 没有差异 第三个发现 随着年龄的增长 男性比较不觉得阉割的幽默 女性自卫的幽默 这下面编号的 他不觉得这个好笑 年龄增长以后 但是他们觉得女性的性无知 笑话好笑 那女性呢 随着年龄增长觉得胸部的笑话 比较好笑 这是随着年龄增长 喜欢的性的笑话的类型 会有一些改变 第四点 女性自贫的吸引力 跟她们对于性漫画的评价 没有统计上显著的相关 虽然那些自以为有性吸引力的男性 比较欣赏男性性无能的笑话 相对来说 男性自贫的吸引力 跟下列各项成正相关 男性沙文主义 有男性沙文主义的人 比较容易欣赏性笑话 然后呢 男性的性无能的笑话 女性的自卫跟阉割的笑话 第192页 声称经常讲笑话的男人 通常也自认为 很有性吸引力的男人 她们倾向欣赏男性的性无能的笑话 男性沙文主义的笑话 阉割笑话 女性自卫的笑话 以及同性恋的笑话 同类的女性呢 则偏好排泄物的笑话 女性被当成性玩具的笑话 跟男性被当成性玩具 以及胸部等笑话 所以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不过别忘了 这之前研究了15个男人 跟15个女人 做出这样的结论 这只能显示 就是在幽默的研究里面 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 这样 这是这个研究 有关性的性别歧视 那另外一个人在2002年 这已经到比较近代 社会科学的发展 跟197几年是不一样的 他们呢 就研究了 利用了Glick跟Fisk 在两个人在1996年 所发展的一个量表 叫Ambivalent Sexism Inventory 这一个双向的性别歧视的量表 这量表呢 要测量两个概念 一个概念呢 它们叫做Hostile Sexism 敌意的 对女性具有敌意的性别歧视 那就是说 对女性有主观负面的看法 那举的例子说 女人呢 都是借着男人来获得权力的 尤其看完甄嬛传 或看完什么慈禧太后这种 或者看完五则天 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第二个呢 就是女人动不动就生气 这是经常看到的 现在电视上或电影上面 或有些人都会这样讲的 这是敌意的 对女人参与非常负面的看法 不好的 另外呢 是善意的 可是还是性别歧视 很多人在这里 只觉得自己很善意 并不觉得这是一个性别歧视 所以这个善意的性别歧视 都是主观的 不是客观上也有 他就研究说 譬如说 许多女人都具备 男人少有的纯净特质 这把女性捧上天 但是这也是一个歧视 另外呢 女人应该崇拜男人 这也是另外一种歧视 那他根据这个两个量表的 得分的情况 把这个 他的受撤者分成四组人 然后呢 两项得分都第一的 叫做非性别歧视者 分数第一 某种程度是道德上的好事 两项得分高的 就是双向性别歧视者 ambivalent sexist 那他研究麻州的学生 大学部学生 很多心理学的研究 都是研究大学生的 所以平均年龄都在二十岁上下 那很多老师为了做研究 没经费啦 最好的方式就是 休克的同学 每个人都来做研究 每个人都来填问卷 填完问卷 我就可以拿去杂志上发表 我是没有这种研究的心 不然的话每一个学我课的人多多益善 我每年加签到爆满 有小巨蛋上课我都 到时候我样本就很大呀 然后我再请一个助理 帮我跑统计 我每一年上一次课 我就可以出两篇论文 一篇中文一篇英文 这是两篇论文的来源懂吗 不然你以为怎么样 上跟下嘛 白人居多 所以他这个研究呢 大部分这种研究 听听就好 不要太介意 因为这都是大学生的看法 大学生的看法 你看大学生了没你就知道 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不会有太多看法 很多看法都是开玩笑 不是正经的 好 那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样 对男人来说 主观正面的性别歧视态度 跟潜在的恨女态度 其实是相关的 恨女这个概念呢 在西洋很早就有了 misogyny misogyny 是一个名词 这是恨女情节 恨女的一个态度 第二呢 在敌意的性别歧视上得分低 却在善意性别程度上得分高的男性 对于性别歧视幽默 心肠中是一致的 他提到性别歧视幽默的时候 还是会小 所以这很多人会产生说 你们这男人 其实骨子里还是怎么样 还是怎么样 还是怎么样 这个也是某种程度 对于男性的 敌意的性别歧视 反过来讲 对不对 性别歧视幽默跟其他的歧视 形式是一样的效果 性别歧视幽默 因为有的表面上看起来 轻松善意的包装 其实是更为危险的 那这个呢 在市场生活里常常有这样 看起来是善意的 其实非常危险的 美国电视节目在前一阵子 这不是性别的问题 是族群的问题 有一个主持人访问了一群 美国小朋友 问他们说 美国人欠中国人那么多钱 你们看一下怎么办才好 其中一个小朋友说 把中国人都杀光吧 结果认为童言无忌嘛 结果华人呢非常的客气 一直到昨天还什么时候 才全美二十几个城市 起来抗议这样 这已经发生多久的事情 你要是在黑人 他们跟黑人讲这话 黑人大概有一个城市 就开始要暴动了 开什么玩笑 你们可以讲这种话呢 讲华人等过接日子 才有这种抗议的行为 所以这当然是 这美国在这个时代 还有这种话 然后那些主持人 小孩讲这个话 主持人也不制止他 这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不可思议的事情 然后华人的反应那么慢 这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好 接下来因为善意的性别歧视笑话 表现出对女性的正向态度 所以会让人家忽略其中 潜藏的恨女的假定 那这种男人呢 可以无意中帮助 反女性的社会气氛 会带来心理上 跟可能的法律后果 如果职场纵容性别歧视笑话 女性员工可以根据 敌意工作环境 来这个告工作单位 这是在美国 在台湾也可以 但是很少人用敌意工作环境 这个事情 来这个处理这个性别 性骚扰的问题 或者性别平等的问题 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说善意的性别歧视 女性都绝对被呆呆金把女的笑话给侮辱 美国有很多很多呆呆金把女的 叫Dumblond的笑话 大家应该抛弃对女性是善良 纯洁的信念 那当然这种研究呢都不太讨好 这种研究都跟社会上 有时候不需要研究 就有立场的人看这种研究 有时候人家不敢研究成果的 更何况这些研究成果 其实调查的样本都有限 写出一篇来 马上带来另外的人 就可以写出另外一篇来 完全不一样的立场 所以各位在上课 听这种研究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因为社会科学研究 很多不是具有万用的功能 听完了 听听就好 注意一下如果有机会 做研究小心一点 另外一个就讲到 性别歧视笑话跟社会脉络 193页 这里应该打一个框 我忘了把它框起来 因为这是今年新增加的 那有人就研究 性别歧视笑话 在工作场所的关系 他发现呢 他们研究什么呢 研究笑话俱乐部 跟研究其他的一般的场所 他发现专业工作场所 这个办公的地方 比起一般社会规范 要严格 还要禁止性别歧视的笑话 这是在美国 在台湾呢 现在怎么样不知道 因为研究的非常的少 那喜剧俱乐部呢 对性别歧视笑话 就比较宽容 因为你是到了俱乐部去 你希望轻松 放松 你希望能笑一下 所以如果在俱乐部里面 那个喜剧演员 或是讲笑话的人 不管叫相声演员 或是怎么样 那他所讲的东西 因为他是表演嘛 你就会觉得说 他就算是讲那些平常 你在办公室也会听到笑话 你办公室听到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是侮辱 你在那个听到就觉得不会 就相对而言比较宽容 你可能还是不高兴 然后再来第二个 在专业工作场所讲 性别歧视笑话 被认为比较批判的态度对待 但在喜剧俱乐部呢 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批判的态度 这是跟场所 跟工作性质有关 所以呢 他们说结论 参与者呢 会是社会脉络来决定 是否要运用批判的心态 来对待性别歧视笑话 所以这也是一个小研究 他所发出的结果 现在这种学术界 重视这种快速的发表 而且你在几年内 必须累积多少研究成果 这个对于学术研究 有时候是不好的事情 因为有的人很粗帅 就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那反正永远可以反驳自己嘛 因为资料不同 当时就可以反驳嘛 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坏的 另外一个部分呢 是讲到女同志的笑话 男同志笑话也有 我刚好没收集到 刚好看到一篇文章 跟女同志笑话研究有关 这是2005年的一个研究 然后他研究的开头 就引用到当时非常红的 一个美国连续剧叫ER 台湾那时候翻成急诊室的春天 其中一个著名的大明星 在里面演出 那时候还不算很大的明星 叫乔治克鲁尼 乔治克鲁尼就在里面 演一个医生这样 那是美国在当时演了非常久的 一个连续的剧集 这种后来美国人都很喜欢 拍这种医生剧集 因为这个很好很好卖 大家都喜欢看医生的 那台湾呢 拍医生不太容易拍 因为我们的电影明星 缺少那种气质 就像白色巨塔拍起来都觉得怪怪的 那些人看起来跟你碰到医生都不太一样 台湾的医生很少人那么帅 懂吗 台湾医生看起来都像 不知道怎么说 还是不要说好了 免得到时候被告 医生都很有钱的 好 这边就讲到这个 开头女同志笑话 Hey everyone at the table has slept with Kim 在这坐下 每个人都跟Kim睡过觉这样 Kim就stop it 别说了这样 I'll bet she bought a Uho on the second date 我打赌啊 第二次约会她就把Uho Uho是美国一个搬家公司的名字 专门出租那个搬家的车子 美国人做很多事情 喜欢DIY 所以你说在美国找搬家公司 这些事情是非常罕见的 很听闻的事情 都是你去租个Uho自己搬 不管你从美国东岸搬西岸 西岸搬东岸 南边搬北边 全部都租Uho 你可以在纽约租车 都在路上机还车的 你可以开七天七夜这样 美国好像横跨美国是 就像我们叫什么 环岛一周一样 横跨美国也是很多 美国人的一个开车的梦想 就据我的朋友说 开了五天五夜 终于横跨了美国 那车子在开到还可以 还堪用 以前我在学校就有这个圣诞节前夕 就有人说 有没有人要跟我carpool这样 有一个我已经租到一辆车 他那辆车要从纽约开到洛杉矶这样 然后我可以免费开那辆车 因为人家开车公司 希望我把车子开到洛杉矶去 那但是这一路实在太无聊了 我需要一个carpool 就是有人跟我一起坐这车 免费 那每一个路上就吃麦当劳 或者吃其他的自助餐厅这样 高中路下来就有 那吃完然后再上路这样 可以开到你昏头为止这样 好 所以说Yuho 所以Yuho是讲那个搬家那个车 台湾搬家自己搬家 这是一件很怪的概念 台湾搬家都是搬家公司来 我搬过好几十家 carry 说what i don't get it 我没听懂 it's a lesbian joke 这是一个lesbian joke 他说哦 所以这就结束了 为什么这是个lesbian joke 因为lesbian joke里面有 讲到这个女同志的一个特色 因为女同志呢 都很希望跟人家快速的建立亲密的关系 所以第二次见面呢 他就把自己的东西搬来跟你一起住 所以Yuho搬家公司是这样 那也有的笑话是说 他们第二次见面呢 就把他的猫给带来 然后就接下来他讲到这个在第194页 就大家对女同志呢 都有一个刻板印象的想法 在这个辨识同志的这一点 前面讲分化过程四层过程 这是为了学术文章 我看都没看懂 所以我没看懂我就跳过去 虽然我也翻译给你看 但是我翻译给你看的目的就是说 我其实看不懂 好 就是同志雷达 就Gaydar 因为Radar跟Gaydar 基本上是押韵的 Gaydar呢 是有人觉得可以靠着外在的行为 辨识谁是同志 谁不是同志 这件事情呢 在同志圈里面 或者在非同志圈里面 很多人很把握自己 以前我看一个美国连续剧 他就说 谁谁是个Gay 你怎么知道 他说你看嘛 你看他 你跟他讲说 你脚底上沾了一个口香糖 你看他怎么看 你就知道他是个Gay 我说哈 我看电视的时候 我说哈 然后电视里面就讲哈 他是这样子演的 他说假如一个男人 一个男人 是真正的男人的话 不是Gay的话 你跟他讲说 你脚上踩了口香糖 他会这样子看 假如他是同志的话 他会这样子看 这有点难 我每次表演的时候 他都觉得会扭到腰这样 这怎么看呢 这我的骨头太硬 他这就是辨识 这不知道是笑话还是真的 因为在电视剧是 那个sidcom里面演的 二十几分钟 那个美国笑话片这样 还有人说 拿汤匙 如果男生 你叫他咖啡搅拌一下 他拿汤匙 万一小指头翘起来 那就一定是Gay这样 那个我也注意过 其实这可能是笑话 有人不是Gay 也一样拿汤匙 或者人家问我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Gay 这也是好问题 即生蛋单身机 总而言之呢 他们这边有一个辨识 女同志的一个能力 这个蛮有趣的 各位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我觉得不是百分之百 这当然也不是FBI的测血员 教你这个 通常呢 女同志都是养猫的 老师也养猫 老师可能也是女同志 哈哈哈 第二个吃素 老师大部分时间 有可能也吃素 哈哈哈 第三个 博肯鞋 老师有两双博肯鞋 哈哈哈 我还有一张很独特的博肯鞋 全台湾可能只有我有的 一双 第四个留短头发 老师也留短头发 哈哈哈 完全可以衍生在老人了 我看 女同志生在老人 因为老师都符合这个 然后接下来这个笑话呢 就在讲这个 他以为那个人是女同志 他说为什么 他说你看 你看 你已经最近剪了短头发 你还养猫 你还穿着博肯鞋 你最近又吃素 你不是女同志 你是什么 这样 这个呢 其实很有趣 我一直有一个 到底怎么样能叫做同志这一点 因为我还曾经担任过台大 男同志问题研究社指导老师 担任过不知道多久 为什么叫不知道多久 因为我知道谁 请我去当指导老师 可是我不知道谁把我开除的 有一天 那时候我就上课还在讲说 我还是那指导老师 结果有一个同学 就跑过来跟我说 下课的时候 副老师 你好像已经不是那个社团指导老师 我说 蛤 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 他说现在社团指导老师是谁谁谁谁 我说蛤 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 虽然我必须要当社团指导老师 但总有人通知我 我不是社团指导老师 我竟然还不知道 这样 这让我想起美国一个副总统的一个笑话 美国有一个非常非常差的副总统 这样讲完会不会破坏跟美国的关系 他的笑话非常多 叫Dan Krell Krell就是鸽子也叫Krell 听说 Dan Krell非常非常 就美国人的笑柄 真的有一堆Dan Krell的一个笑话 你可以上网查一下 结果他们就开玩笑说 有一天Dan Krell还在美国巡会演讲 人家就告诉他说 Krell先生 你已经不是美国副总统了 蛤 选举已经结束了 我觉得我跟Krell没有差太远 我已经不是他们指导老师了 是他们指导老师的时候 我也问过一些学生 你怎么辨识到底谁是同志 谁不是同志 同志认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有个学生就跟我讲说 哎呀老师啊 你不是从小认为你是异性脸吗 我说对啊 那你自然而然对不对 他说对啊 那我也自然而然 认为我是同志 这是最接近真实的答案 其他答案呢 如果你同志是对对方 对同性有性的欲望 那如果没有欲望之前 你应该是没有任何 电视自己是或不是 你懂我的意思吗 没有欲望是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上课 你看我我看你 然后大家都 或者你看别人都没什么欲望 那就没有了 但是下课的时候 你可能忽然间欲望来了 那你就忽然间有了吗 所以有人是 不是24小时的同志你知道吗 就像不是24小时的异性恋一样 如果同志这样接近 那异性恋是不是也这样接近 我对你有异性有欲望 我才是异性恋啊 那我平常没有欲望的时候 我也不是异性恋 我也不是同性恋 我就不是任何恋不是吗 我就是一个不在这个分类里面的东西 你懂我的困扰吗 所以万一 严格来讲 你是不是同志 或你是不是异性恋 都一样的问题 一样的问题 你应该 做过的才知道吧 做过的喜欢才算吧 你做过的你不喜欢 我不是异性恋或同性恋 不是吗 你没有做过 你就认为你是 都是很奇怪的事情 不管异性恋或同性恋 你们到底了不了解我的困惑 但是界定上 其实是有某种程度困难 你可以说自我认定 我觉得我是 我觉得我不是 那我的教学生涯里面碰到太多 以前我认为他们是女同志的人 后来都结婚生小孩了 我说老师 你不知道他们是双性恋吗 双性恋就比较能解释啊 所以有时候 有些人认为某些人是同志 或不是同志 从外人来看 或当事人有时候怀疑自己 那我听到了几个做法 一个做法就是有人会去 如果你是异性恋 你要确定你是不是同志 你就可以跟异性恋交往一下 看看你交往怎么样 你可以跟同志交往一下 那交往当然不是 像你们写作业那样的而已 如果你两个都喜欢 啊我是Bi 如果呢 你只能跟某一种性别人来往 那你就是单性恋 单性恋中间的同性恋 如果两个都不行 你可能是外太空恋 你必须等着外星人来 你才能跟他在一起 你最好不要喜欢吃章鱼烧 因为听说现在外星人 长得跟鱿鱼一样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总而言之 有关这个同性恋異性恋 这个性别认同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是蛮复杂 如果只是主观的话 这问题也蛮复杂的 主观你就可以改变了 今天我是同性恋 今天早上我是同性恋 下午我变成異性恋 因为下午的心情不太一样 所以我每次都觉得这个困扰很大 然后学术界到现在为止 也没一个很完整的研究 但是很多研究呢 在你讨论之前 道德观念就会先来 所以这没有什么好讨论 没有讨论的共同基础 包括多元家庭 怎么一回事 很多人也不太了解全面 有人只强调其中的同志婚姻 然后就反对多元家庭 有人反对的是 一方决定要离婚 就可以离婚这种 你知道吗 离婚由一方决定 那结婚是不是也可以由一方决定呢 懂吗 你就说那是我老公啊 那那个公众人物就很惨 有一堆在外面他不认识的老婆 像小朱罗志祥 就常常有些 各位老婆们好 还有那个谁 金城武 有一次在公开场合 他说主持人就闹他 是金中奖 还是什么奖颁奖 他说要不要跟各位老婆打招呼 他就很尴尬 说各位老婆好 那如果在将来 很多人就会去登记 他是谁这些老婆 另外一个 如果这样结婚 离婚能行 有钱人绝对不敢离婚 因为他要跟人家 你跟有钱人结婚三个月 你就马上跟他离婚 然后你参产分他一半 世界上最快的赚钱方法 跟有钱人结婚 然后跟他离婚 马上赚一半 那这个呢在美国加州 已经实现很久了 那个叫no fault离婚 no fault离婚 no fault离婚怎么一回事呢 我知道不够详尽 我只知道大药 就是两个结婚双方 只要有一方不喜欢另外一方 然后是不是到法院去 然后寄一个什么信给对方 三个月后自动生效 你反对也没用啊 你的伴侣 或问你的配偶 三个月后忽然间不喜欢你了 不管什么原因 他寄一封信给你 三个月后你们就不是夫妻了 连官司都不用打 然后更重要在加州 所有人的财产都要分一百 除非你有婚前契约 所以后来很多人都要订婚前契约 这美国电影也很多 你应该知道 所以这也是一个 家庭会变得比较容易瓦解 确实也是情况 但是离婚比较容易 所以你要逃离家庭暴力 也是比较容易的 双面刃啦 你菜刀可以拿来做菜 砍菜也可以砍人啦 西瓜刀可以砍西瓜 也可以砍人啦 虽然我们听到大部分人 在拿西瓜刀的时候都在砍人啦 不是在砍西瓜 对不对 十四九九次在新文章看到 拿西瓜刀的时候都不是砍西瓜的 然后现在切水果都用手指头的嘛 你就知道嘛 切到后来手会麻痹 所以这也是一个像这个议题 还有说有一堆人要组成家庭 这也是满有趣的 我今天终于看到一个 整理得很好的一个表格 因为我想终于一天人家会问我 对多元家庭的看法 我觉得多元家庭蛮多元的 看法也要变成很多元 不容易啊 这是会影响你们这一代人的 会影响你这一代人 当然有一些是人权的问题 这是绝对没错的 有一些是社会传统的问题 你要怎么样的跟社会传统接上线 不然你太先进的法令到时候也实行不了的 太先进的法令有时候实行不了的 你跟社会制度不能配合的话 而且你要知道 我今天看那个资料里面 有一个全世界有多少国家同意同志结婚 好像二十个左右 没有一个亚洲国家 你知道吗 新加坡还反对同性恋呢 我们台湾至少没有那么明目的说 除了教会人士以外 没有明目说反对同性恋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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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是明令禁止啊 中国大陆好像也有点明令跟不明令之间 台湾至少是比较偏向不明令 但是也不 don't tell don't ask 比较像这样 所以这个你马上要变成亚洲第一的国家 也不是不可能啊 但是能不能是否能实践的问题 你有空有法令在那里 不 土法不足以自信 你民众的基础跟那是不是都接受到那程度 不然真的是引起很大很大的困扰 那个分裂就会更明显 首先会造成朋友的分裂 亲朋好友之间的分裂 你不要讲别的 选票的分裂 到时候可能又变成颜色的分裂 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多人 在我旁边的人 我常常问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多元家庭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然后这个东西就要变成法案通过 我觉得这太可怕了 通过或不通过都太可怕了 不要讲通过啦 不通过也蛮可怕的 那有些人的权益可能就在这里受损啊 为什么都没有 这个既然是那么大的影响到大家的问题 为什么我看不到很多的宣导这样 或者讨论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 这真的影响到很多人的事情 为什么没有一个比较认真的一个讨论 我自己今天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这几天我都要上网好好去看一下 还有什么别的 那有的是立法委员要提的案 跟民间团体要提要希望促成的东西 又有一个距离 所以这里面会变得稍微复杂一点 好196页呢讲到这个性工作者的 跟幽默 性工作者他这边研究 这个人2004年 他在2000年到2001年的时候 英国博明罕的妓女 做了为期十个月的民族制研究 民族制研究有时候就是参与观察 有时候叫卧底研究 那现在因为强调研究伦理 所以很多研究在研究的时候 要跟对方告知 他要同意你做研究才能研究 所以现在研究相对而言是越来越难做 你越来越尊重当事人的意思 那以前的研究不必这样 好 那个我们上礼拜 讲的两个部分是有关性别跟幽默 或性别跟笑话的部分 那这礼拜继续讲 那继续讲的部分呢 是讲 今天要讲的是性工作者与幽默 性工作者呢 以前就叫仓妓了 但是性工作者有男有女啊 所以好像光仓妓两个字 也不太能够完整的表达 还有加上很多人认为仓妓这个名词 是有污蔑性的 对这个职业是不尊重的 在这种尊重百工百业的时代 不应该有这样的名词 所以有人就叫做性工作者 那这个有一阵子呢 很多东西都加上工作者这样 譬如说我们当老师的人 就不能自称叫老师 这是一个传统说法 我们就要说自己是教育工作者 那写文章的人 以前叫作家 不能叫作家 叫文字工作者 所以大家都在工作者 表示充分就业 好 所以这性工作者的幽默 有一个英国的研究者 去研究这个 他的论文的主旨是说 幽默的功能 基本上是职场中的 重要的应对的技巧 或应对的策略 coping strategies 在职场里面 因为你要应付不同的情况 幽默常常是拿来应付的 这是所有职场都一样的 不是只有性工作者 是这样的 他说呢 这种用幽默来处理的 是特别是要处理 亲密身体接触工作的 其实有关情感工作的也是 像服务业的人 如果能够幽默以待 有时候可以化解很多纠纷 不然的话 冲突起来很麻烦 所以他这边讲 要特别注意身体接触工作 女性性工作者 是透过玩笑关系跟客户 来彼此维持工作 当然玩笑也不能开得太过分了 太过分 有些时候 这玩笑会让你的工作搞砸了 好 第二个他的论子呢 是说女性性工作者透过幽默 来从事情绪工作 情绪工作现在是一个非常红的字眼 跟概念 就是像服务业基本上是情绪工作 那当初提出这个名词的人 好像是研究空服员 以前我们叫空中小姐 空中少爷 如果是空中少爷 后来就应该改成空中公主才对 可是呢 后来就说要改成 都叫flight attendant 英文当初我们学的时候叫stewardess stewardess 是空中小姐 后来这名词就是这样子 对他们的职业是一个侮辱 他们是在做工作 所以叫flight attendant 就叫空服员 那这个都是处理情绪工作的 这空服员的脾气啊 要非常非常好 这是经过训练 不是个性就这样 其实老师更需要情绪工作 尤其小学老师 国中老师 那碰到学生的那个很多情况 他们需要处理 我每次都不能想像 我去当小学一年级的老师 天哪 小学一年级家伙来上学 你得教他多少东西 你那情绪脾气要非常好 我们大学老师 我想大概 没有一个人有才能 去教小学一年级 我们更没有才能去教这个国中生 国中生 我们这种大学老师 只能教你们这种 你不看我 我也不看你的这种 我还算看你们看很多的 我以前的老师 没有一个人看过我们 有的老师呢 不知道为什么 就抓定点 你知道吗 我的一个老师 只看那个角落 每次上课就看那个角落 有一天我下课就跑去看那个角落 看有什么东西在那 没有任何东西在那 他就是上课 让自己觉得 就看那个角落 永远是那个角落 有的老师是看天花板 大部分老师只看自己的讲义 头都不会抬的 在我那时代 眼睛跟眼睛交会 并不被认为是一个基本礼貌 在你们现在是基本礼貌 我刚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 我很少看老师的眼睛 老师觉得你眼神闪烁 你一定犯了什么罪 还是你功课没教 还是干嘛 你为什么不看我的眼睛 我就天哪 小明有罪不敢抬头 你知道吗 好像看他眼睛 你就觉得冒犯了 亵渎了 有点像狗 狗要是看彼此眼睛 就 就开始觉得 你看我干什么 所以传统中国有句话 叫狗眼看人低 那因为通常狗 都不会长得比别人高 所以这句话是废话 猫眼看人也低啊 你看他只想狗 那乌龟呢 爬虫类那眼 根本就看到你脚跟 根本不知道你长得长得 什么样的 像我们看捷克与豌豆 那巨人 你大只看到豌豆的梗吧 这人家生理限制 你干嘛把这都拿来开玩笑 总而言之 情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各位现在在台湾 好多地方强调服务业 那服务业 连卖红茶 卖什么 你每个人都要喝饮料 你们这代人 好像不喝饮料 你们就活不下去 所以你们这代人 在提早 就会有很多肾结石的问题 会有很多 其他消化器官的问题 我们这代人 比较省钱 那卖饮料 看过我经过 连打招呼都不会打招呼 那个后门 有一个卖饮料 他认得我 我不认得他 因为我从来 没给他买过 有一次学生还问他 他问学生 说你们老师 为什么从来不来买饮料 这样 我这是果汁也什么的 这样的 学生跑来问我 我说他有注意到我 他说有啊老师 人家都注意到 你从来不买这样 而且你都站他 离他很远 我说对啊 离他很近 他都跟我搭讪 我怎么办呢 我又不想卖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就像走路也被人家认出来 好 那这个幽默 从情绪工作 在保护自己 对抗在非法 通常仓妓在很多地方 都是非法的 以及危险的环境中 出卖肉体的压力 他卖的肉体 也没赚多少钱 你也不知道 会碰到什么客人 你没碰到客人 还碰到这官方 对他要采取 这铲除的手段 或采取罚款 或抓去官 这对他来讲 都是很大的压力 所以呢幽默 是他们工作身份认同的 一部分 特别是担任妓女的角色的时候 幽默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当大学教授 没有一个人会要求我们要幽默 我们大学教授只要有学问 会教书就行 甚至会教书 不会教书都不重要 你只要出席了就行 有出席比较重要 你这个有出席的老师 这听起来多好听 同学会不会出席 相对而也不重要 这是那个事 我以为又在抗议什么的 反正他听不到 你弄那么大声干什么呢 我每次都觉得很好奇 那个该听到的人 根本就听不到 你就要满街的 这样大叫 有什么好处呢 真是 尤其我们在这条路上 通往天堂之路 第三 幽默呢 幽默是性残业 这个式子打错了 性残业 女性情移动的一个窗口 也可能其他职业 女性支持网络的窗口 每个职场 大概都有性别上的问题 有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 同样的性别人是比较容易讲话的 有的时候反过来 那这个不管怎么样 幽默都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的 展示情谊的一个 结果他研究什么呢 这个人研究2000年到2001年 英国博明罕的妓女 他做了十个月的民族制的研究 民族制的研究就是 你去跟他们观察 跟他们某种程度的生活在一起 这生活当然不一定是24小时的了 有的就是你在他们上班时间 去他们的观察 有的是要参与观察 那原来是他的博士论文 那他访问了50位性工作者 其中45位是在室内工作的 另外5位是在街上工作的 那street这叫什么 有人叫street girls 然后有三位是经营者 两位是接待人员 这个是这样 那1000小时访谈对三温暖 对妓院 对女子家庭跟街上的观察 还有175位性工作者访谈 所以这种访谈算是很大 很大数量 一般直华研究通常访问到 各位数就已经很不错了 他竟然访问到那么多 这是他的博士论文 好那当然访谈这个会有一些风险 一般大部分人 如果你用量化资料 那你怎么知道他会填那个问卷 那量化有时候是比较方便 好那他又发现幽默的场合呢 发生的场合做性工作者 跟管理人员之间 好 说的传统一点话 可能就老宝跟妓女之间的 那老宝有时候不一定是女的 好 或皮条课了 那有时呢是和经营者之间的社交场合 那幽默也发生在宴会跟庆生会的场合 这也有幽默发生 另外呢透过说笑啊细闹啊被研究者觉得 确认 确认两个字都打错了 确认研究者是跟自己站在同一边的 可以让大家在不环境的熟悉中彼此那个 现在有所谓的研究伦理 研究伦理就要知情同意 希望被研究的人能够知道你在干什么 然后他又要同意才行 很多 所以现在的研究越来越不好做 以前可以做卧底研究 在研究同性恋酒吧的 它叫tea room呢 同性恋酒吧的研究里面最早就有卧底研究 卧底研究呢 后来伤害到很多当事人 研究者当然你得到了你的博士学位 因过你卧底的关系 但是呢对于那个被研究的人就受到伤害 这点后来也引起一些争议 所以现在大概在各个著名的大学 全世界的著名大学 都有一些有关研究伦理的这个规定 台湾大学前一阵在研你 我不知道后来出现没有 那这个是因为我们是综合大学 所以每个情况不太一样 比如医师他们要做研究 医学院的人 他们要怎么样符合人类伦理做研究 能拿人体当实验品吗 像这个是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 人类学因为接触到少数的民族 那他们的那个也是 所以那个当时在研尼相关法案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是超国外的 那哇人类系的那个草案 好像就十几二十页有关做研究 要注意哪些事情 我看人类系已经不太有人念了 再加上这个草案以后 念的人又减少一半 那怎么写论文呢 很困难的看起来 这个得那个 像你们这个 我们有这个录影的课程 那要每一个人同意 你才能够回头 你要一回头 我们到时候要把你删掉 因为没有你的同意 这是你的什么肖像权 或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就得一直面对你们 我就尽量 我连写黑板的机会都很少 这样 因为我有同意被使用 你们没有 好 那他发现 新工作者有哪 有六种幽默的 第一种呢 最常见的 在私下场合说的幽默 是来嘲笑恩客的 每个去这个妓院的人 都有一些他的特征 嘲笑他们的特征 第二个 是在恩客面前 前面是在恩客背后 恩客面前呢 新工作者 这个讲恩客 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 很多人可能觉得恩客不太好 那我不知道现在流行的中文译法 是什么译法 英文叫client client有的是叫个案 有的叫案主 这在社工 那有的叫客户 在商业方面 那我就不知道 这个是不是叫客户 会好一点 我就翻译成恩客 这是我的 我自己的这个 不知如何选择的选择 好 再跟面前性工作者 性工作之间所交换的 加密的笑话 加密的笑话就是 你不管讲什么 不管是性器官 或者人名 或怎么样 你加上一个 一个辗转的解释 这样你就会不太知道 让外人听不懂 你在讲什么 譬如各位呢 去外面吃饭 中午的时候 大家大概都在 一一八项吃饭 那如果呢 你对于早上上的课很不满 那早上上的课 譬如说是我的课 譬如说 那你在吃饭的时候 大家轰轰的一堆人 你说啊我今天上 我上孙中心的课的时候 你就这样讲 会不会有孙中心的粉丝在旁边 然后过来跟你对抢呢 还是怎么样 或者孙中心就坐在那屋里呢 那不是讲完 不是很尴尬吗 这样啊 如果是讲好话没问题 讲坏话不是很尴尬吗 所以有时候 你就会加上一个加密的 那个人说 哎呀我今天上了齐天大圣的课的时候 那谁啊 哎 仙大圣圣嘛 对不对 然后就是你的老师嘛 这样就听起来就 就没那么的明显这样 所以换说 哎呀我今天上那个肥仔的课这样 那谁是肥仔呢 我当然还不够肥仔的标准呢 但有些人会认为这样就够肥了 所以这是加密的笑话 是这样的 好 那第三个呢 是以说笑细闹的方式 表达个人揭露的故事或意识 讲自己的事情 但是不是很严肃的讲 说笑细闹的方式 那很多人都会这样 我就经常做这些事情 因为我确实也发生很多 蛮搞笑的事情 好 第四个 对抗社区的抗议人士的骚扰 或口头攻击 产生幽默对策 这个地方有倡计的 有倡管或者怎么样 有这样的性工作场所 当地人大概多多少少都知道 多多少少知道呢 有些社区人士会非常反对 这样的设施出现在邻里 有钱的人会认为 这会降低房子的这个价格 那比较没钱的人会觉得 至少会影响到自己的 亲人 成年人可能会对这个 有点兴趣 这会影响到你的婚姻 家庭生活品质 年纪小的人呢 可能看到这个以后 这个见怪不怪 还怎么样 会影响到他的成长 我就听说 有人的小学同学 在我们的时代 那我们的时代 每一个乡镇都有倉管 而且呢 大家都知道 我记得我以前 我到阿公家的时候 在那个小镇的边缘 不是镇中 在边缘 你经过那个棋楼 到那边缘那栋楼 那个房子就是连起来的 就插粉红色的这样 非常非常明显 在那个时代 粉红色到大红色之间 然后晚上呢 灯就很亮 那你经过呢 就会觉得那里面的人 那样子怪怪的 跟其他人都完全不合 那什么地方呢 那个呢 传统的台湾人叫 茶殿仔这样 茶殿仔这样 茶殿仔就是倉管这样 那有些夫妻吵架 就是因为老公到 茶殿仔去这样 现在有叫什么 摸摸茶在台北市的 某些边缘地区 还有些人叫阿公殿 什么叫阿公殿 就是老人家去的那地方 老人家也干不了大事 大概就随便喝喝茶 摸一摸 讲两黄色的笑话 他就高兴到不行 那个人也可以赚到钱 这样子 听说好像某一个地区 不好意思讲哪里 就这种阿公殿 或摸摸茶这样 这都是防不胜防的事情 虽然阿公殿 其实是一个水库 这也是加密的笑话 阿公殿是台湾的 哪里的一个水库 叫阿公殿水库 那跟这个阿公殿 是没关系的 这是一个加密笑话 就用这种 那现在加密笑话 大家都听懂了 第五种呢 是对抗专业人士 沟通的资源 专业人士 包括这个政府的 检查的人员 或其他的 第六呢 是幽默展现冲突 跟团体成员的身份 这个就是他的 那他觉得 私下笑话 private joke 性产业工作 最常见的幽默 私下嘲讽恩客的幽默 这会让自己的心理上 有些比较正向的作用 然后朝向恩客的什么呢 生理条件 他们的性表现 跟性幻想 这样子 因为到那里去了 就是日常生活 你可能得不到的满足 你的花钱 可能可以得到 某种程度的满足 那这些满足 有的是很难对外人 其耻的 尤其在我们大部分 的社会里面 都不会 不会公开赞成 你公开讨论性的问题 所以这就会把你的性 有压抑的情况出现 那有压抑的情况呢 那你想讨论 大概唯一有的就是在 这个性工作产业的地方 然后私下笑话 在内容上是贬义人 而且损辱人 目的就是在恩客 背后嘲笑他们 他们既然是你恩客 你还嘲笑他 这就维持你身心上的 一个平衡 因为大部分做这个工作 不是被社会鼓励的 人家看不起的 你看不起的 你又要怎么样的 认为自己的工作 是有意义的 好 这需要一个很复杂的 一个平衡的工作 好 那这是同事呢 经理呢 跟接待人员之间的笑话 性工作者是创造者 只有在这个团体中流传 最恶毒的笑话 也只有在性工作人员流传 而且面对面说 不会在电话或者写出来 这样的话有保密的效用 像现在也是 现在录音的方式非常的多 各位知道说你跟我讲话 我怎么知道你有录音 还是我有录音 或者我们彼此都有录音 尤其现在连手机都能录音 那这更是无远佛界 以前呢你得买个录音笔 录音笔真的像笔一样 现在的录音设备 你还说我要去买录音笔 会被很多人笑 你手机就录音功能 我见到很多老人家 完全不知道手机有 老人家的手机的功能 很多都是多余的 因为他不会用的 不要讲别人 我讲我就好多功能 我不会用的 那你们同学呢 谁能把手机功能 发挥到极致 我看也很难 我看也很难 就像人家说我们人类的大脑 才开发了几分之几 还是百分之几这样 我相信是的 光手机的很多功能 我根本就用不上 录音功能 我几乎没用过 因为我生活上 我不需要去录别人的音 但是听说有人可以 好 接下来呢是笑话 这种笑话的意义 就私下笑话的意义 在于逆转性别刻板印象 将男性描绘成 受至于性欲望的弱种 男人就那样 以为自己可以撑多久 结果怎么样 有一个广告 也是性方面的药品的广告 说男人到了四十岁 只剩下一张嘴 他讲得非常含蓄 这广告也没被认为是太色情 所以到目前为止 都还是可以播放 有一个广告 以前那这个是 在讽刺另外一个广告 那个广告是以前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一个本土演员 现在中风的这样 他就讲那广告的时候 还拍了一下自己的腰部这里 说男人四十岁才是一头活龙这样 用台语讲的这样 我以前很会描 很会学这个这样 所以四十岁是一条活龙 后来就出现这广告 前面的活龙广告不见 他就说 不要到后来只剩下一张嘴 这样 这个广告你还能看到 所以那广告有对话的你知道吗 你们要是没注意的话 你以为那广告怎么来的 那广告是根据前一广告 前一广告是男人拍的 有关壮阳要酒的类似这样的东西 然后会广告也是希望 你能够保持你的活力 这样的东西 很好笑的 很少人注意到 这广告是有关联的 因为孙老师常看电视这样 所以我常常觉得 有些电视真的是很有趣 我怀疑是同一家广告公司 或者是对方广告公司 来卧底的这样 好男人是弱种 是性欲望的弱种 受制于性欲望 那女性呢是强者 控制者 还有心情工作赚钱养家的人 所以有时候很矛盾呢 要不是这些人来 让你有工作做 你怎么办法养家 可是这些让你有工作做呢 你却要回去 反而看不起他们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心理的矛盾的地方 是很清楚的 性工作者侮辱男人 不管是恩客 还是一般男人 认为他们狡猾 不可信赖 自私 因为被性需求驱使而变态 尤其提出很多是变态 可是如果在性行为里面 人能做出来的 就不叫变态啊 变态只是一般人不做 是常态的相反 那这可以这样讲 不大部分人讲变态 不大部分人讲变态都是骂人的话了 日本还有叫hentai hentai现在也是性产业工作的另外一种 不翻成英文的一个字了这样 好那心工作透过性的知识 不是knowledge 是gesture 淫贵 跟不断的嘲讽男性的性趋利 性趋利是讲sex drive 而采取了男性的特质 在接客的时候呢 女性绑架了传统男性 说有性意含笑话的特性 群居嘲讽不断讥笑男人 所以他们在这个性产业工作里 借着幽默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力量 特别是工作的力量这样子 这是从性产业工作的立场来看的 第二种叫加密的笑话 coded joking 恩客面前呢 性工作者隐瞒恩客所说的笑话 当然加密笑话的最极致 所以我很早就听过的笑话 就所有的笑话都编号这样 然后所有人都了解 那个编号的笑话是什么意思 所以他讲three 或number three 你就知道number three是什么 这个像麦当劳套餐 有的时候你要讲全名 有的时候你就不要 你就说五号餐 他就知道五号餐是什么 只有刚打工的人会不晓得 还得回头看一下 不然大部分人都知道五号餐是什么 或者他们那个收银机 跟我们电脑也不一样嘛 好像就按一个五嘛 然后就出来了嘛 那个麦当劳做得到的 全世界人都做得到 那新工作人呐 经常以友善的顾客至上 以乖巧当成前台 在跟你交往的时候 他让你看到 他是以你以客为尊 或者以你的需要 满足你的需要为最主要的 还有乖巧 他经常赚你的钱 他表现出你的 日常生活里面 大家碰到就是旅馆的人 旅馆的人在比较好的旅馆里面 你基本上要什么 他都会给你什么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困扰 只是要收费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们就在恩客背后 以加密的方式 嘲笑他们的怪癖跟性表现 那通常以脸部的动作 跟手势来表示 通常性工作者 离开恩客的房间以后 会忍不住大笑 告诉恩客各种怪异的行为 外表或者要求 好 这是加密的笑话 coded 第三种叫personal disclosure 那以我们的方式 包装的故事 常常见到街上的性工作者 有的人很好奇 你为什么要在街上工作呢 怎么什么之类 他可能就一套方式来说 比如空气比较新鲜 什么之类的 这听起来是很怪的 55位受访者 当性工作者提到 倉机制度如何影响 他们生活的时候 就会出现对抗的幽默形式 他大概也知道 大部分人对于性产业工作 没有什么好感 他会有一套说法 来证明自己的做法 是有意义的 55位受访者中间 有31位表示 这很高了 他们没有将工作内容 告知亲爱的人 不过他们都有故事 说明自己的工作 如何被发现或揭露 以及后续的故事 他们都以玩笑的方式说故事 减少对亲密关系 跟家庭的冲击性 这个最近我看一个英国的影集 叫Dates Dates 那影集很短 也是一样一开始是 那个电脑择友相亲的 约在咖啡厅见面 见面以后两个人就开始谈 那个那些人后来都有关系 至少这一季的是这样 那Dates里面好像就有一个主角是 女主角是应召女儿 可是呢她也希望找一个对象 不是性的对象 而是情感的对象 后来她做应召女儿这件事情 也被揭穿了这样 所以这也是一个 她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 第四呢是抗拒骚扰 新工作者经常成为社区抗议者 骚扰对象 觉得他们无耻啊 不应该做这样的工作啦 败坏社区的道德啦 等等等等的 他为了对抗这些骚扰呢 新工作者会采取幽默的修辞策略这样 可能会说 哎呀你把你自己的老公管好啊 不要叫他藏到我这来啊 或者你把你的小孩管好啊 这关我们什么事啊 什么的 可能会这样 新工作者开抗议者的玩笑 会编出故事 将抗议者说成具有怪癖的性癖好 其中的中年男子 当成自己的恩客来耍笑 可能一个从来不去的人 你说啊你来吧 你要满足什么 我都可以满足你啊 什么之类的 来讽刺这个抗议的人 特别是男性 透过幽默呢 来抗拒别人辛辣的评论 跟污名化的指控 这个行业特别是不容易的 特别是不容易 也许这种评论跟污名化这种 所以才不会让人家知道 多少人做这个行业 愿意让人家知道 就算你所谓在高级的场所 也不会让人家知道 第五 专业笑闹 professional banter 性工作者跟健康专业人士 譬如走访的社工啊护士啊 还有毒品的打预防针的人啊 家暴处理人员啊 住宅管理员等 他们之间的谈话 会嘲笑恩客啦 嘲笑警察啦 抗议者或其他的权威人士 还有呢这个幽默呢 变成是性工作者 跟其他表现出支持 劝告或倡业专业人士 之前沟通的货币 他们用货币currency 我都觉得是不是他要 掉到那沟里面去 第六 幽默跟冲突啊 他会用 新工作者会用幽默 来彼此挑战 激发竞争 感人离开 屈辱或嘲讽啊 所以呢他总结了 新工作者的幽默功能 有三项 第一项呢 是一种情绪工作的策略 被当成一种商业技巧 也是一个保持 心理距离的策略 来处理性贩卖的情绪 做这个事情啊 刚开始毕竟还是丢脸的 觉得不受社会所赞许的 到后来也还是 所以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这是用幽默的方式是一种 第二 玩笑关系保障了友谊 姐妹情谊跟团体成员身份 第三 笑闹是在团体中 或者跟外人沟通不同的讯息 同时也重新诠释 生活的艰辛 跟倡计工作的辛苦 所以这是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虽然 听起来结论没有什么 但是要访谈的过程确实相当困难 也不容易的 到现在为止 我也没找到其他几篇是这样做的 小说里面有时候有 电影里面有时候有 但是多少是符合实情的 并不太清楚 那接下来的部分 稍微提到一下 就是有人把性别跟幽默的历史 做一个回顾 这就是Helga Kostov 2006年的一篇文章 其中呢 他有谈到这个 199月这里有 幽默的调性的问题 跟诙谐脉络化的问题 也有讲到 会谈幽默或情境幽默的问题 那他就做了一个回顾 那这个回顾呢 也是到现在为止 研究性别跟幽默很好的一个摘要 那比较早的一篇 是一个叫Coser的人 Rose Coser的人 他写了 他研究五位资深的精神医师 跟六位资浅的住院医师 还有六位医疗人员 跟兼任的精神 开的会 所以他不是去研究 他们在做什么 是研究开会 那发现呢 能让人家发酵的人 就暂时掌握整个情况 所以幽默某种程度 是一个社会权利的表现 这样 那行动者可以透过幽默的语言 重新界定情境 并且重新转移人们的注意 所以在正式的脉络 幽默往往具有很高的 情境地位的相关联 而且呢 可以在社会结构中的 接续位置中 具有支配的地位 就是说会讲笑话 是能够掌握 可以掌控环境的 第二个他研究 不是以性别为主 但是可以看到 幽默跟性别 这些是有关联的 这是1960年代 他认为幽默是从一个 制度的社会结构的 曖昧性所产生的 曖昧性是不清楚的地方 规定不是那么严格的 有时候叫做灰色地带 像这样的东西 他认为呢 幽默反映出权威结构 这刚刚其实讲的 他说社会接续地位低的人 很少有发表 会很少会发表 机制的言论 这很少有的时候 可能跟你的训练有关 可能跟你自己知道 你是地位低的人 不要乱讲话 讲出来 人家就会对你不好 这样 这以前 蔡秋凤的歌 人家讲什么 就恐惊够包吟 这样 然后你只要讲什么话 你就出错 这样 很能够反映 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这个 你不一定是要研究 社会学的人 你是一个在下层 待过的人 你就知道 所以接续地位高的人 可以任意界定情境 可以转移会议的话题 也可以任意展现 对属下的供给 所以这个 你看最近流行的半折直述 对不对 老板有错 最后错都是要属下来承担的 那属下建立的功劳 全部都是老板的功劳 这句话在很多上班族里面 就觉得 余有行有欺欺焉 这样 老板啥事不做 出了错都往下面指责 然后有的工都揽在自己身上 这个到处都看得到 是完全不稀奇的事情 只是让在下属 人会觉得很不爽 我每次都不解 你当下属的时候 你恨这种事情 为什么你当了上司了 你就开始做这样的事情了 好 那下属的幽默对象 从来都不是上司 而是病人跟家属 或者自己 所以这是下属 你要开玩笑 你不敢开你老板的玩笑 这风险太大了 另外呢 他发现八位女性参与的议会 其中两人是资深精神医师 其他六个人是医疗人员 然后两位精神医师 从来不开玩笑 六位医疗人员只说过四次笑话 两次针对病人跟家属 两次说自己 这样 这是女性讲笑话的特质 他也发现 某些女教授具有很好的幽默感 而且是笑话高手 但是呢只敢在非正式场合 表现这些机制的话语 他认为女性在公开场合 不敢发挥幽默感 主要是因为文化对性别的期待 期待女性呢应该是被动 而接受 而不是主动跟发起的 你只要会笑就行了 你笑点越低越受欢迎 你觉得哇好可爱啊 跟你在一起 这个人在一起 真的很舒服啊 因为你笑点低啊 人家男人讲什么笑话 你都笑这样 都支持他 让他很有成就感 好 那另外一个人呢 1957年比这在早几年 这个显然不是 这个last name 看起来很像是 不是英语系的人 他发现女性很少讲笑话 因为他讲笑话呢 就等于公然挑战了 或者掩饰的攻击男性的文化 所以他竞争很强的文化 会被当成是一种 女人讲笑话 被当成对男性的挑战 这是这个人的一个重点 那另外呢 他发现呢 那个研究那个管弦乐团 正是古典音乐那种管弦乐团 团圆这些关系 那这个人也发现 这个人也应该是欧洲人 应该不是美国人 他只有指挥感嘲讽音乐家的表现 团圆大家都不敢 嘲讽呢 是一种攻击的形式 显示出权力的不平等 那缩效的仪式呢 可以帮助音乐家减低冲突 并且借此面对威胁 所以这实在音乐界也是这样 所以幽默有强化的功能 强化权力的功能 也有削弱这个心理紧张的功能 所以他功能非常的多 有时候就看谁讲 好那另外呢 1992年这个人研究的是 德国198年代 德国联邦国会男女议员 那德国一直到后来才统一 所以那时候是还没统一的时代 他保守老人男性呢 他经常使用嘲讽或贬义的语言 来对待女性议员 然后博得同党派的 其他男议员的同情的笑声这样 那女议员的发言呢 比男议员经常被人打断 而且呢常和女性发言的性别 跟身体身份有关 他说以女性为对象的笑话 是一种将女性排除在 以前是男人独享世界的一种 唯妙手段 那我们台湾现在有很多女性立法委员 我就不知道女性立法委员在讲话的时候 还包括在那个各个县市的议会 女性议员讲话的时候 或者是不是会经常的有类似的状况 如果能够有注意到 这也是一个对台湾社会现象的一个贡献 好我们先这堂课先上到这里 好2001页这边是他笑话的举例 那有些笑话现在算是 已经不算笑话了 像2001页有一个 有一个叫什么 德国的国会议员 对另外一个国会议员说 You look better than you speak Frau Kallig Frau就是小姐或太太的意思 说这个某某人你长得比较漂亮 比你说话说得好 或说得漂亮 这个现在已经可以算是性骚扰了 get to the point sweetheart get to the point 你说话讲重点 那sweetheart又是一个很亲密的称呼 那我们在中文里面 这个问题会比较小 也就是在英文的脉络里面 有人会称对方sweetheart 不管你跟他什么样的关系 有的人会觉得被占便宜 好接下来 representative Frau Beck-Oberdorf of the green party has a floor 就是说这个Beck-Oberdorf 他的last name 现在欧洲有些人 两人结婚以后 会把两人的last name 合在一块 那有一次碰到一个人 我就说那 你们生了小孩以后怎么办 他可以自己选择他的last name 不然的话小孩得加上自己的爸妈 已经是两个了 再加上对方的两个 变成四个last name 然后再下一代 我靠 他们说可以自己选择 不一定要两个 好所以这个Frau Eberdorf for the occasion 他说他在这个场合穿了牛仔裤 德国议员大概觉得很不正式 但这是打岔的话 这跟幽默有关吗 我都觉得是个问题 我觉得跟幽默有关的就是说 你到Gloria Jeans 要去买牛仔裤 这才叫幽默 有一天我看 听到一个人这样讲 我就听不懂 就有一天走到南京东路 看到一家咖啡厅叫Gloria Jeans 我说 啊 原来是这个意思 因为那个 那个人说在澳洲 到处看到Gloria Jeans 但是没看到卖牛仔裤的 我就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的 我完全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 一直到那天 经过南京东路才发现 啊 原来是这个意思 好 那接下来 再有一个人就研究 意大利的妇产科的医生跟病人 这个我们系有一位老师 好像研究过这个 他觉得以前妇产科 有一个部分 是由产婆来主导的 跟医生没有关系 医生大部分都是男性 所以他觉得妇产科的这个职业呢 基本上跟男性大权 有一点点关系 因为很多产婆 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在人类历史上 台湾的历史 中国的历史 世界历史都一样 产婆出现时间比较长 妇产科是 医生出现时间比较短 当然现在也有女性妇产科 但是很多女性会觉得 跟男性的医生谈这个问题 会觉得有点问题 很难感同身受 所以这个产婆的问题 但产婆后来就由这个 男性主导的社会 制定了一堆标准 最后产婆就慢慢慢慢的 在社会里面 几乎在各个社会 都消失无中 都消失无中 前一阵子好像 最近说还有一个很老的 台湾的产婆 还活着这样 帮人家接生 好 研究妇产科 他发现医生跟病人缩效 目的呢 有时候只是为了安抚病人 有的时候是为了 让病人无话可说 特别是病人表现自己 有很多妇产科知识的时候 你要让他shut up 或者你跟他开玩笑说 哎呦 那么有学问 你真的当初就该来念妇产科了 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不错的笑话 那女病人呢 可以使用不同的幽默策略 来应付不同的人 那权力的关系 会随着性别跟制度而转变 这样啊 富坦克医生对他的病人也许 男富坦克医生对他女性病人 也许会有很多这个 这个说话方式 但是他碰到他太太 他大概有用不同的说法 那他觉得呢 护士跟接生婆 在医生不在的时候 会说比较多的笑话 那较高成员是在场的时候呢 有些人的幽默会被忽视掉 所以马总统出来 或者任何总统出来 我们台湾的 现在已经经过好几任总统了嘛 那越后面的总统 都越想表现出幽默亲切这个部分 早先的总统 幽默亲切不是很重要的 他穿个夹克 他就觉得他很幽默亲切 在蒋经国时代 那他不用讲笑话 大家都觉得他很幽默 不是觉得很幽默 觉得很亲切 现在呢 你就算穿的跟老百姓一样 人家还是丢你鞋 他就不懂为什么 我那么亲民 大家都那么不喜欢我 这样 时代差别很大 美国总统也是一样 所以不是有这种鞋叫布袭鞋嘛 那布袭鞋 你看在捷运里面 都告诉你 不要穿这种鞋 这种鞋会夹脚这样 所以要丢就应该丢布袭鞋 好 另外一个呢 他研究德国学术会议中 怎么使用反凤 这个非常有趣 好像因为 德国人被认为是比较不幽默的 我上次已经说过 那德国会议里面 他就大概也是针对这个 我不了解他详细的情况 有些研究我看不到 他虽然争吟到了 我看不到 他说德国男女学术人呢 在反凤的使用的长度跟结构上 明显的不同 地位高的男性呢 用很复杂的反凤 以展现自己多方面的知识 而德国的语言结构 可以让他做非常长的 这种冗长的叙述 听说有些德文句子 可以长达一页以上 那德国还有一个特色 他的那个动词 通常摆在最后面 所以有一次 我们以前学德文的时候 老师就说 有一个不知道是 好像马克吐恩 还是谁写的一篇小说 他去看一出德国的剧 结果看到后来觉得 看到中间觉得很无趣 一个朋友 拉丁跟他朋友说 走吧走吧 我们不要再看 这句实在太无趣了 另外他说不行啊不行啊 我还没听到那个动词 所以你就不知道 那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他讲那么长那么长的话 还没听到动词这样 就是学德文课的时候 常常德文老师 我那时候德文老师有讲过 好 所以这个那男性呢是这样 那特别在担任评论的时候 男性的教授 会产生冗长的 话中代话的方式 那女性呢很少使用同样的伎俩 来贬义同僚的论文 她们通常只开自己的玩笑 或者开自己论点的玩笑 所以德国也是算先进国家 幽默和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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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性别之间是有这样的差别 然后也有人研究攻击性 跟这个男性特质 或女性特质的问题 学龄前的儿童呢 男性比较常讲笑话 戏闹半小丑 小孩比较常笑 这跟我们大部分人的经验 是差不多的 就我刚刚讲了 女孩子笑点低就好了 男生呢这个就很喜欢搞笑 在青春期就展现出来 这个可能没有太强的文化的差异 那第二点 在202页的地方 那成年男性比女性有更强的倾向 从事攻击性的娱乐 在有些研究里面 他们把笑话分成攻击型的 或自贬型的 那就是男性就讲比较多 攻击型的笑话 拿别人当目标的 以前我认识一个人 他说 我说那个谁谁 不是也很喜欢讲笑话吗 我们共同认识 他说他笑话跟你不一样 你的笑话比较好笑 而且你笑话不骂人 他的笑话常常会挖苦别人 尖酸刻薄 这是那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笑话 他的一个评论 然后许多社会中 男人比女人多从事幽默攻击 而且被仪式化 有点像仪式性的决斗 那很多文化中 虽然把羞辱别人 当成不礼貌的行为 可间接的幽默攻击 可以绕过社会礼貌的规则 让人很难回应 所以这是 研究不同的文化 还有年龄的关系 那另外一个 有研究三岁的小 以后的小孩 说男孩常常用 非口语的方式表现 诙谐 非口语就是不是用讲的 可能是用身体 或者用姿势来表现 装鬼脸啊 扮小丑啊 都是 并且随着后来发展 更强化固定 他认为这是性别 期待教育的结果 我们这个 这课程大概有一个章节 没有讲的 因为资料 我收集资料不够 就是有关幽默跟年龄的关系 幽默跟年龄关系 幽默跟性别研究人 真的比较多 那这个1985年 这个APTER这个人 他研究 亚洲社会里面啊 女性年纪越大 就会越能够任意 从事幽默活动 在生命的晚期 女性的特质 是另外一个样的 所以当阿公了 当阿嬷了 你很多东西就可以 比较随便 你不会凑到社会的 什么样的评论 那讲幽默笑话也是一个 这样 你当了阿嬷了 你要是裸露上半身 在某些地方 让自己亲人看到 也不会觉得很色情 你是年轻女子 一直到中年 都觉得这样不妥 但是你是老人家了 那就是大家都会觉得 老人家有点像小孩一样 甚至器官不小心 这个裸露在外 或什么 不会认为是 是有伤大雅之事 当然不是一定 不很好 不一定很好的 但是你不会觉得太责怪 如果是一个年轻男性 或年轻女性 自己的那种性的器官 被裸露出来 这就会认为很不礼貌 或很不恰当 那也有人研究 一个Gary Fine 他研究 美国下层阶级男孩 经常从事 淫秽跟攻击的幽默 复制了垂直团体的接续结构 年轻的大咖 会拿团体接续中 图腾柱下最下的人 开玩笑 就是展现用权力 用幽默来展现自己的权力 那有个部分 讲到所谓社会调整的部分 Alignment 有时候很难搬 那203也有讲到 分跟合的部分 讲笑话呢 给你听 就表示你是自己人 那笑话 不能听到笑话以外 就是外人 所以只有排除 跟这个纳入的这个区分 这样 好 那有一个人研究 青春期的这个性的笑话 或幽默 他研究10岁到14岁的 女孩子的青少年文化 那这时候呢 他认为女孩子所关心的问题 这当然是在西方的脉络之下 关心的问题是跟这个 男孩子的关系 所以呢 他觉得那时候的女生呢 万一把性挂在嘴边 可以让自己跟传统的性别角色 保持距离 表示自己很先进 不是那种传统的女人 但在美貌跟女性特质方面 他们却很社会化 会谨守社会的规范 跟打扮得很漂亮 讲了满口脏话 或讲了一口这个性的这个笑话 然后呢 嘲笑 是女孩子用一个开玩笑的方式 假装挑战命令或威胁 以及模仿或夸大某人的行为 虽然在评论内容上经常是负面 而且富有敌意 可是从脉络标记来看 就是开玩笑这样 然后呢 嘲笑在女孩跟男孩之间 画了下亲生界限 因为异性间 异性接触 经常是被嘲笑的主题 异性接触 我是打什么字 接触 异性接触 所以我们小时候都有一个阶段 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时候还有没有 就是啊 修修修男生爱女生 就是说谁谁爱谁谁 有的时候那个 我们那时候那个粉笔很难拿到 所以有时候可以在街上 剪到一个小红砖这样 我们那时候真的很溃疤 小朋友就这样剪东西很不容易 剪东西可以换成一个小冰棒来吃这样 就是剪到的红砖 红砖你就可以在墙上写 谁谁谁爱谁谁这样 还要在那没有干的那个水泥上面 也有人写那个 谁谁谁爱谁谁这样 你们现在当然进步了会画一颗心这样 我们以前不会 然后谁谁爱谁谁是修修修的意思 绝对不是好事这样 绝对不是好事 你们想浪漫啦 什么可以磕在一棵树上啦 谁谁爱谁谁 我们那时候这都是等于 糟糕大家修辱你的方式这样 所以被磕在水泥墙上是最倒霉的 因为那个大概除非那棵楼拆了 不然的话那水泥墙永远标志着你跟某人的关系 你磕在树上还可以把树皮刮了 你磕在那个水泥墙上非常痛苦这样 全世界人都知道只有你 你是最后知道 就有点像你们现在这种Facebook这样 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改变了她的情感状态 然后你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 这是非常非常不礼貌的 但是有人在做 然后女性谈话的主题呢 在当时在那个年纪 大概就男女关系啦 性跟外表 然后女孩子重视嘲笑她的朋友 可是还是展现高度敏感性 会强化团体的联系 并且转换传统的性别角色这样 所以这是青少年女性 女性青少年 对于这个幽默的使用的关系 另外呢 有人研究身体政治啦 或者是身体跟性的关系 发现赤裸裸的性消化呢 都具有超越文化的脚本 大部分的性消化都是在嘲笑女人的 这是其中一个 弗洛伊德这个就没什么特别要讲的 跳过去这样 然后呢性骚扰 这比较有关系 性骚扰经常被伪装成性幽默这样 尤其男性讲笑话的时候 然后讲到女生不爽的时候 就威胁要告这男的性骚扰的时候 他会反驳你说 你怎么那么没有幽默感 我再跟你开玩笑 所以性骚扰者呢 经常使用的借口 我不是那个意思啦 所以这也是常见的现象 这是1992年 还有些地方 全世界还有很多地方 并不把性骚扰当成一回事 台湾在1990年以后 我不知道不太确定 1990年 开始注意这个问题 还是很多人不太能接受 现在慢慢慢慢大家都能接受 性骚扰是一个错误 甚至犯罪的事情 慢慢可以接受 只是还是有些灰色地带这样 那些老人家就越来越少了啦 以前老人家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怎么到了这个时代 什么都变得不正常 以前抽烟是正常的事情 是一个成人做的事情 现在抽烟可以得肺癌 以前开开女生的玩笑是正常的事情 吃吃女生豆腐是正常的事情 现在变成是犯罪的行为 这对有些人是不太能够接受的 好 另外一个部分呢 是讲到这个格拉斯哥的 或格拉斯高有看怎么翻译的 印刷厂工人 那自身的工人发展出对年轻工人的笑话 老鸟 小菜鸟 也充满着性的含义 那年轻工人的笑话呢 比较少赤裸的性内涵 男人对女人开的玩笑 多过女人对男人开的玩笑 所以这有一个年龄跟性别的两个重要的变相在作用 那年轻男人比较不粗俗的玩笑都是用来向女性示好的 这是他们得到的一个简单的结论 那接下来有人研究美国的鸡尾酒酒吧间雇员之间的幽默沟通 美国人这个酒的消耗量非常的大 所以那国家有很强烈的酗酒的问题 所以就相对应的发展出AA借酒匿名会这样的组织 美国人干嘛都喝酒 电影都是这样的 干嘛都喝酒 以前呢抽烟 现在大概抽烟慢慢被认为不好的事情 电影上就不抽烟 你看早期的电影 没有美国人不抽烟的 法国电影更是 你看到法国黑白片电影 没有人不抽烟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时代的转变这样 那美国人很少人不喝酒的 我们到美国去的最尴尬的地方就是说要办party 要办party呢 美国人呢就准备了几个小饼干 几个起司 然后一堆酒 而我们东方人因为那时候可乐才刚开始有大量接触 所以为了配合我们 他们大概就买了披萨 买了可乐 但是美国人基本上喝酒 不是喝啤酒就算了 他们有机会就喝他们的 就有人会带酒来这样 那有些人也跟老师喝酒 不过他们喝酒都喝的 在我看到喝酒都喝得非常客气 他们喝酒都拼得像什么样 我回来当老师以后 在一些同行之间的聚会 年会啊什么的 天哪 那老师拼酒拼得像社会人士这样 虽然我这样讲的不太对 因为我没有什么机会跟社会人士喝酒 这是我想象中的社会人士 我刚回来的时候就有一个老 就另外一个学校老教授 我说你新人啊 那我敬你一杯 讲话都已经快大舌头了你知道吗 就敬你一杯 他就喝下去了 我就没喝 他说年轻人你不喝 我说老师我不喝酒 谢谢你好意思 你不喝酒就是看不起我 我怎么看不起他呢 我才第一天认识你 我就看不起你 我这也太厉害了 就这样在那边murmur这样 后来就一个学长跑过来 帮我解围这样子 哎呀杨老师他刚回来了 什么什么 他不给你喝吗 我给你喝 就帮我解了胃 可是那老师还这样 你给我记住啊 你不喝酒 后来那个老师醒了 大概有机会再见到 他也忘掉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这个意义在哪里 我坦白跟你说 我不太知道 你把自己搞成那么那个样子 这是干嘛 你平常压力太大吗 好像日本人也喝酒 在看电视剧里面 下班前回到居酒屋 下班都已经八九点这样 然后回到居酒屋 回家前到居酒屋再喝一下 喝了然后坐最后一班火车回家 这到底是干什么 我都不太懂这种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这样 人家说减轻压力 可是你不是造成酗酒对肝不是不好吗 然后你在吃护肝的产品吗 不太了解 不过也很幸运呢 我工作不需要去了解这个 好 那也有人 鸡尾酒酒吧间 然后发现女性多为女服务生 男性是酒保多 男性呢 虽然位高权重 但是还要依靠女性 酒保经常与女服务生的外表开玩笑 并常经常将点酒的过时 归咎到女服务生身上 那女性私下抱怨连连 却没做什么回应 虽然美国女权那么的强盛 美国很多女性还是乖乖的这样 不像你想象 你知道美国没有妇女节 我到美国最压抑的时候 他们三月八号不放假 不放假 没有妇女节 所以这也是我不太了解的地方 好 那另外一个人研究纽约通宵餐馆 就24小时餐馆的女服务生 跟男顾客间的对话 你如果晚上睡不到觉 做这种研究非常好 台湾有24小时的书店 还有7-11这样的店 如果你有打工 你可以看有没有这种幽默对话 他说呢 有包括一般性的对话 还有内容相关的 还有性幽默的笑话 一般性的对话 都遵循传统规范 并展现良好的品味 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比如说愚蠢笑话 那内容相关的笑话 比如政治笑话 如果女服务生发现 顾客很不讨好 她可以断然拒绝听笑话 这代表顾客别再笑想再进一步 这样 那有人想搭讪呢 那如果笑话 绘画有所进展 男顾客往往会说性笑话 而且通常在发生接触以后 男顾客跟女服务生之间 如果有性意涵的 幽默的谜语出现 就代表两人有高度的亲密关系 这样 好 这也是一种研究 所以这个很多小小的研究 并没有太多推广的那个 那另外一个是一个对话 205页 我就不念了 那另外又提到 社会语言学家 没有彻底的研究过阶级和年龄 对于成年妇女的影响 这部分还是一个幽默研究 或笑话研究的一个处女地 还没有人研究这方面的东西 他最后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所以这总而来看 像这样的文章并不很多 并不很多是因为幽默研究里面 对某些主题研究的还是很少的 还是有人觉得 这种研究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或者真的很难找材料 所以有时候呢 你看有关幽默的研究 跟其他社会学 其他分支领域的研究里面 幽默研究的品质并不太好 得到结论都很小 所以这是还有在努力的地方 这是性别跟幽默 性别跟幽默的关系 或性别跟笑话的关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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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